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 公园市郑春琪 大家好 前台北市副市长李永平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董资深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们来关心一下 因为现在大家今天可能全台湾都已经感受到一些风雨 特别很多人今天在风雨当中上班 有些人的雨伞都直接被吹到开花了 中南部甚至是因为直扑而来 所以陆陆续续在上午大概十点钟 开始就已经有一些县市 宣布从今天晚上的六点开始停班停课 包含云嘉南五个县市 是赶紧宣布今天六点开始晚间停班停课 那希望就是在这停班停课之前 风雨不要加快的太快速 避免大家到时候下班的时候 可能要面临到非常多的风雨 那风雨之外呢 大家其实也很担心 因为台南这一个月以来 已经因为这些风雨也好 外围环流也好 就是已经淹了好多次了 我们看9月7号的时候 台南就是因为有这个雨淡狂炸 所以八区一级警戒 22处这样子的淹水积水 那甚至在白河山区呢 也是在9月10号的时候 淹水将近两米 有21人受困啊 那淹水过后会产生什么问题 就是大家很担心的 灯格热会不会更加的恶化 因为现在目前 台南那灯格热感觉上面 都没有这个趋缓啊 都不像是之前 这个罗一军告诉我们说 现在已经开始 已经慢慢在降温了 没有 就是他每次讲完之后 都还在升温哦 所以你看 这过去防疫三剑客 陈时中 王毕胜 陈忠艳 因为人设崩坏嘛 有叫小云的啊 搂人妻的啊 小三生子的这种状况 所以最后就是 罗一军就进驻到台南 现在进驻了半个月 然后上演了很多名场面哦 比方说爬屋顶啊 什么不带头盔啊 用手机的手电筒 在大学的餐厅找解决哦 所以这些场面完之后 感觉上面并没有真的 遏制住这些 灯格热的疫情哦 昨天还有这样一个消息是说 呃台南二十多岁的女子哦 呃才非常年轻哦 也创下今年最年轻的死亡个案 她发病十天就离开了 所以让人家觉得是非常担忧哦 在Facebook上面 你只要打关键字灯格热 你就会看到很多来自台南的 这些民众哦 他们就po文说 啊这个浑身都是发红的 然后去看了医生之后 发现自己得了灯格热 什么骨头也在痛啊 然后那种 就是灯格热的这种病情 并不像是真的是蚊子咬而已 其实是呃 人家感觉说像是一个事骨病一样 其实是非常不舒服的哦 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疫情 这么的严重 可是却没有感觉到 中央有同等的关心哦 倒是派了一个罗伊军 一直在上演名场面 那都没有遏制住疫情 那现在看起来哦 整体来说已经造成了18人死亡 而且都是在发生在台南 已经累积了1万多例的这个案例了哦 这个全台累积下来 那过去2015年就是最严重的这个灯格热 就是发生在赖清德担任台南市长任内哦 当时他也是忙着就是说 哎我不要进议会 哎也感觉上面也被人家批评说 是不是在做政治作秀 你为什么不赶快回到议会去 为什么不赶快回到这个市政 来关心这个灯格热呢 所以那个时候2015年 当时灯格热有2万多例哦 死亡人数是高达了112人 所以现在看起来一直在攀升的趋势 我记得7月多的时候哦 那时候我看龙界仙的po文 他是说我们出现了第一例死亡案例7月多 你看短短3个月已经这样子暴增到 现在1万多例了 所以这病例数希望赶紧中央把目光转过来 赶快做一点实际的事哦 务实一点不要再作秀了 不要让这样子的灯格热案例 因着这个大雨过后又再度升温哦 呃所以我还看到一些那个台南的民众讲说 呃现在不是后疫情时代 现在是被疫情夹杀的时代 因为现在来的是灯格热的疫情 那所以再来我们看一下 现在赖清德的脑中是不是恐怕只有选举 童子贤提倡何能 人家问到了赖清德 他就说啊我是选未来4年的总统啊 不是10年哦 所以他还是坚持绿能哦 呃他说啊未来目标会放在风力啊 太阳能啊 轻能啊 这些绿能的发展 所以人家就在那边讲说 哎奇怪了 一般总统都是讲愿景哦 就是说哎未来10年的规划 未来8年可能两届的规划 只有赖清德就是我只跟你谈4年 就是跟人家很不一样 很另类哦 还是说因为太多绿能的这个 新潮流系的这个需要赚绿能钱 所以太多民进党人要靠绿能吃饭 所以他必须得要说 哎我还是得要挺绿能哦 另外我们看看 呃有一些青农哦 就是在地的青农 他们这个仁德港前的农场 60公顷的森林哦 已经消失了 所以这些青农就北上啊 就说请老市长出手啊 阻止台南的第89枪哦 绿能产业园区如果明日环平通过的话 就是呢会让这个 对这些有机鸡蛋哦 什么一枪毙命哦 就是说如果 这个通过的话 那这个可能会让在地的有机 这个畜牧货哦 会一枪毙命 那他们希望说赖清德能不能听听 他们的声音啊 不要全部让这60公顷的森林消失 可是赖清德会理他们吗 过去赖清德是怎么对待一些 陈勤的一些状况哦 比方说2016年反对南铁 东移哦 赖清德强拆民宅 诶程序都还没完成哦 就那时候就强拆 2015年的时候 有学者发 未发言呢 他就是批评这个赖清德族裁 在这个台南 这一个都市计划的会议上面 陈勤代表这个陈志晓哦 他发言超过时间哦 然后市府人员跟警力 就强行就驾离了 然后连带的呢 还没有发言的学者 徐世荣也被赶出了会场哦 因为他们就是要抗议赖清德 说这个南市的都委会哦 通过了铁路东夷之案 结果反正你只要有点唱反调 让他没有面子挂不住的话 哎不好意思啊 就把你架走了哦 那所以现在那个蓝营在指控 哎马上 虽然现在登革热那么严重 可是呢 台南还要办国庆晚会哦 在这个台南的空军基地举办 而且现在各地的这个公所 都被要求要动员三辆游览车 来出席晚会啊 就是为了要帮赖清德助选吗 在他的本命区哦 台南市民政局出来讲说 哎没有啊 这个是第一次在台南举办 那我们就觉得更奇怪了 台南举办国庆晚会 特别一定要选台南 那就是不是 就是让这样子一场晚会 明明是应该是庆祝国家生日 结果却变成了赖清德的造势晚会嘛 所以这是很难的国家庆典哦 那的确没错 那可是他说这样子的动员方式 他说37区的区民都想参加 大家不要联想太多 是不是因为赖清德在台南 所以这一切才敢那么嚣张 就像之前他讲的这一番话 我们来听听 台南市民政局一个共产党的共产党 市长也好 立委也好 議員也好 说一句话干杯 咖啥几句母台南市民都知道 我希望市长站起来 立委站起来 議員都站起来 沈沈一个共 跟台南市民放下 好 首先我们请教郑老师 这个罗亦军 也提到他这一次这么狼狈 我其实看他最近上来那个媒体 脸色神情 跟他那一次 一开始发现疫情 COVID-19的时候 哇 那个年轻 然后这个非常这个潇洒 其实当时很多人想说 哎呀 多么希望把女儿嫁给他 年轻有为的样子 国民女婿 什么啊 对对对 国民女婿 其实我想到他就觉得非常复杂 那个时候苏贞昌刚接行政院 没多久 是罗亦军说他在他们的 这个群组网站里面 看到中国大陆有个讯息 说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中国大陆当时有个吹哨的 医生叫李文亮 他一看了 他一判断说这里没有问题 那就开始通报 后面大家都可以看到 过去这几年整个疫情 民进党怎么样的操作 在那个之前其实苏贞昌很想拿 在金门有什么看到猪啊 非洲猪 他整个就叫操作 反中抗中 本来是捡到枪 想要拿非洲猪 现在大家有在谈吗 忽然间捡到一支核子弹 就是COVID-19 大力操作 罗亦军贡献非凡 就一路就被提拔 现在就是他下去处理 可是这个 少的政治操作 登革热 我小时候 我听我妈妈说 天高烈天高烈 因为小孩子不太懂 以后有一支天狗 后来说原来就是登革热 明南人说天高烈天高烈 所以他事实上是个历史非常久的 那我就上去查 这个地方到底有没有有机可证 我不是一直讲吗 我们人民的维系 是民进党的商机 贪腐的大好机会 那这个一看 严格讲也是蛮严重的 那有没有疫苗啊 高端有没有来啊 我看到卫福部的网站讲说 这种天革热 登革热的疫苗 还有待催生 什么一二三四行 还现在不怎么 我都觉得很奇怪 你这个如果说高端那么厉害 什么要国家队 这个天革登革热 已经在台湾这么久了 而且每一年都会来 而且都是你民进党执政 这个南部地方最严重 怎么不重视呢 而且这次用的方法很奇怪 你看还杀到人家家里 把门就打开 然后罗亦军在那边 搞了一些把自己憔悴不堪 所以这个地方 我要讲两个 第一个他没有空间可以政治操作 因为不可以讲说 这个中国大陆来了 像非洲猪一样 他没办法推卸 他是长年 他是历史 而且台湾老百姓都知道 这是我们得面对的 第二个 他显然是商机太小 他如果全台流行 或者第一次来 因为大家已经太习惯了 第一次来大家就恐慌 他就是民进党很会利用 或者是制造恐慌 那制造恐慌下面就有商机 开始投入这样 大家眼花缭乱 吓得要死的时候 为了安全 为了求生 任由他们乱搞 包括连弹方都可以这样搞 我就说奇怪 这个登革热 每年都有 什么没有好好被中 就算你拿来玩 你拿来操作 如果你投下资源 把它解决 我也说好吧 有做事情给你挑担 结果没有 每年这样搞 所以你看这个登革热 跟其他他们处理危机 处理其他疫情 就可以暴露民间哪个本质 罗伪军这个什么国民女婿 下去真正一检验 没有后面的政治操作 没有这个利益支持 他也不过一般而而 这才是真相 好 来问永平姐 登革热这个问题 绝对会继续延烧 因为很简单 天气不好 那今年台风特别多 那台南的这个登革热 只要一积水 台南高雄都一样 其实这个蚊虫绝绝 就会滋生 那现在比较大的一个问题 是民进党 他想要在登革热 这个问题上面 设防火墙 其实是相当困难的 首先大家没有注意到吗 现在最离奇的现象 是说台南市 刚刚连任成功的 这个黄伟哲市长 好像变消失了 所以我们在讨论这个事情 这个市长好像都没有角色 他可能忙着喷药 可是这个 可是这个是一个 非常奇怪的事情 因为再怎么样讲 登革热 你不要讲别的 你看到高雄 陈其迈还是有凸显说 我有很认真在防治 可是黄伟哲呢 其实黄伟哲的被消失 从刚才那个赖清德 到台南去 很凶的叫说 市长站起来 理会站起来 然后大家道歉之后 真的好像他就 这个就变得 真的低调到 你都快要忘了 台南市 其实还是有市长的 特别是发生了 这个前台南都发局局长 陈凯琳 那个性招待 然后贪腐风波等等 可是光陈凯琳的案例 就可以看出来 没有错 其实黄伟哲会这么低调 会这么没有存在感 就是因为他其实根本是 被新潮流系架空的 陈凯琳会弄到他那里 当局长 然后扯出这样大的丑闻 然后包含88枪 然后让台南不管是光电的问题 环保的问题 现在又有登革热的问题 全部都让人觉得跟贪腐 跟施政无能 觉得臭不可闻 那是因为黄伟哲 都是用新潮流所指派的人 去帮他做处理 好 那你现在讲到新潮流问题 那谁要负最后的责任 当然是赖清德 尤其赖清德在登革热 这个议题上面 他是创下登革热历史上 病例数最多 死亡人数最多的台南市市长 所以他在这种状况底下 你现在登革热的问题 你说你不要烧到他 你想用一个国民女婿 罗易军觉得说 他长得可可爱爱的 然后他去 可是他去 他搞登革热他不熟 对不对 没事上个屋顶 也没戴个安全帽 然后跑到大学的餐厅 校园的餐厅 去看说有没有决绝 这让人家觉得莫名其妙 你要再看都是去看水沟 要不然就看地下排水的地方 要不然就是看有一些花木的积水地 所以这些种种的问题 我觉得类似像回力标一样 会整个回到赖清德身上 而很明显的黄伟哲 连帮他挡的能力都没有 好 来请教董哥 登革热跟那个地方长盐水 是有关的 那因为蚊子 因为登革热是靠白线班纹 跟埃及班纹来传染 所以当你这个蚊子 他会室内的话 那当然跟你的积水 也有非常大的关系 过去台南长盐水 然后赖清德 他当台南市长第二任的时候 他认为说他把积水做得很好 他说过去 30年都做不到了 我赖清德三年我就把它做到 台南将来不会再淹水 大家看会不会淹水 我看今天小浅台风来了 大概又有些地方要淹了 为什么这样 因为他就是喜欢弄一些空炮弹 然后嘴巴讲很好听 当然我们知道台南 他的显民结构很特殊 可以让民进党在那边做各种表演 那赖清德 周天他到一个大学去 学生就跟他讲 问他就民进党的 贪污这么严重 那你如果当选总统 你要怎么来处理 他反路学生说有吗 我们有哪些贪污 那当然 贪污民进党非常多 光台南 刚刚永平提到的陈凯玲 还有陈中燕 陈中燕是跟着赖清德一路 从台南把他带到中央 当内政部的次长 然后当我们整个防疫中心的发言人 可以看到了多少的医众 那台南还有多少黑金案呢 议长邱莉莉 是你的政治伙伴 邱莉莉飞显 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买票 原来是靠买票当选议长的 过去讲的都了不起 然后郭再卿更不用讲了 郭再卿得案子 那时候的卢渣 卢渣 弄那么多卢渣到处到 结果检察官问台南的环保局 问赖清德的环保局 这些卢渣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们给检察官的答案户说 卢渣可以再生 所以就不是废弃物啦 检察官就不起诉啦 结果气怜 检察官重查 因为当地里长基民一直抗议 然后重查发现 这个根本就是废弃物 结果就起诉了 他说你的不当守得有21亿 各位朋友 台南到底怎么回事 赖清德要选总统 然后自己嘴巴讲那么好听 然后出了错 叫大家站起来跟人家和西列 这讲得过去吗 这就是你的地盘啊 对不对 大家也很清楚 而且当天回西列他自己没有真的很诚恳的回西列 他去命令其他的人来回西列 是啊 那表示说这些人都是我可以加益 我可以指控 大家记得赖清德2014年再度联任台南市长的时候 马上写了一本书 这本书叫做看见未来 他的看见未来他很得意 他认为说哇 在各种评鉴他也是五星级了 那时候柯文哲刚当写 这本书在书店发表的时候 柯文哲也赶着去 柯文哲那时候很红啊 然后他说哇看了这本书 赖清德这是他的表率 他应该去台南市政府实习几天当赖清德的公读生 那个把他吹捧到现在 2015年到现在多久了 各位朋友 你可以看到赖清德有什么成长 没有 依旧都是靠一张嘴巴 他的台南今天出了这么多问题 请他给人民一个讲话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播就忙回来 更新了是 右边坐一位 哦哦 好 断步的 好 不然啊 有点滑 它 你是不是做不对方向 我就不知道啊 我就觉得我做不了 因为你是做反 哦 做反啊 嗯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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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这么厉害 对啊 可是等一下我要把線搞好 這個後面 那個一定是後面 對 原來如此 因為它把那個被拔掉了 所以 忍不得 不怪 難怪做得那麼不順 兩分鐘 Yo 他那個照件的東西 我全部都把它放在這裡 這是韓國 然後這個是澳洲 韓國 文大上面 文怎麼看 我今天突然之間 突然之間很大 我今天在內湖 突然有一段 我的那個傘就這樣完全被吹壞了 對 陣風 風好強喔 這個颱風是真的有風的 跟我們過去好一陣子都覺得是 就是 早上也是 整個路程大概比平常多 而且它是瞬間的 你就這樣 哇 忽然之間 然後我在車上看到旁邊路人 就這樣子一陣風來 對啊 在那個以前的花室那邊 嗯 那邊風超空曠 然後就這樣開花了 一排 一陣風過來 啊 有燙到嗎 喔 好 這裡是不是 好 放大一下是不是 好 OK 好 好 然後另一個呢 錄一檔 好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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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他在去年初喔 嗯 我們有回調一些新聞 他在去年初的時候 大概一月份的時候喔 他就已經有 呃 出來講說 欸 這是不是有這個郭喜的錄音檔啊 他其實是劇名來檢舉的喔 那他就劇名行文了這個 法務部的調查局要求立案調查 但是至今沒有下文 那我們也覺得很好奇啊 就說欸 不知道這個後續狀況是如何 因為他等於說 我檢舉完之後 我交給了法務部 讓你們繼續來查 因為有這樣子的一個檢舉 匿名的檢舉嘛 那難道這個 他說難道蔡部長也是 呃 貴人多忘事嗎 或者是說今年才是總統 呃 跟立委的選舉年 芒果乾要留到適當的時機 是比較好賣的喔 所以我們也打電話去調查局 那問問看目前調查進度 可能是大白話打去喔 所以目前沒有接我們的電話 所以不知道現在 到底查到哪裡去了喔 那就是這樣子 開始出現了一些反轉訊號之後呢 因為郭喜後來又講說 欸黃曙光說 欸不要提到了 這不是馬文君喔 然後 後來這件事情 開始出現反轉訊號之後 欸原本罵很兇的這幾位啊 趙天靈啊 林俊憲啊 王定宇 突然好像都沒有再講話了喔 對原本他們也是出來指控馬文君啊 好像就是喔 中共同路人啊 在地協作者啊 是不是 拱蝶啊 這樣子類似這樣子 氛圍的一個指控喔 難道都熄火喔 是因為背後有什麼樣神秘的力量嗎 那我們來看看喔 因為這一兩天 我們看郭喜喔 他去 呃周玉寇的節目的時候喔 他提到了說 欸這四位 嗯 這四位 馬文君 李喜明 黃真輝 王志鵬 他們是這個賣台集團啊 那這一番話 這番話是不是捅到了 蔡英文的馬蜂窩呢 因為他提到了 這個人 這一位 李喜明 就是蔡英文時期的這個 前參謀總長喔 嗯 讓周玉寇的表情亮了 我們來看看 打黃曙光唯一 現在他們 這些人喔 像馬文君啊 黃真輝啊 李喜明啊 這些 王志鵬 我統稱他們叫做賣台集團 李喜明 李喜明 對 這些人 對這些人是一股的 黃曙光先生透過一個朋友 昨天打電話給你 讓你不要再講了 對 結果你今天還是講了 對他今天還是講了 然後李喜明 為什麼周玉寇會這麼訝異呢 因為其實李喜明是 蔡英文非常倚重的啊 就是前參謀總長喔 那怎麼會他也是在郭錫口中的賣台集團呢 所以才會讓周玉寇打上一個 這個很疑惑的問號喔 那我們來看看 這難道是這個樣子嗎 就是蔡英文的愛將分兩個派系 郭喜在這個地方喔 他是誰呢 他是呢 這個黃成光 就是一直在他旁邊擔任顧問 那黃成光又是黃曙光的哥哥喔 所以是不是這個黃家兄弟 黃氏兄弟這一派 跟李喜明 中間有什麼樣的矛盾呢 所以現在看起來喔 這個水很深 然後這個 感覺劇情也要超展開喔 那 就有待繼續後續追查下去 不知道到底究竟是誰賣台喔 那再來我們看看這個 巧新他的爆料喔 我們來聽聽看這個 郭喜的錄音帶 他說這個GL 就是一個直布羅陀的公司喔 其實大家如果搜尋這個GL的全名的話 也可以看到 之前都有相關的報導 說他只有七個人的公司 然後他的技術好像也不是那麼的完整 但是我們卻要跟他買技術 或是技術上的合作 那所以郭喜提到的就是這一家公司喔 那我們來聽聽看 他們考慮把Gablon再找回來 說取代SRM 可是Gablon 我不希望Gablon再回來 因為其實Gablon也是詐騙集團 可是你要有一個 因為第二條船馬上要開始了 第二條船 明年就要開始找TA了 而且有這個預算 有這個第二條 叫第八條的預算都已經編好了 好 所以呢 巧欣就講 既然是有這樣的指控的話 那他就質問黃曙光 是不是認同詐騙集團這樣的說法 如果認同潛艦國造就是超級大B端 如果不認同是不是應該要出面 反駁甚至提告呢 所以他質疑本案最核心的就是 郭喜開人頭公司接案 意圖要發這個潛艦財喔 那黃曙光呢也被人家翻出來說 去年黃珊珊這個個人自傳 33個人生故事裡面 那時候黃曙光有給黃珊珊的一封信 有提到說 排除軍火商不肖前客 買空賣空的這個代理商 跟二職媒體的結合 利用唯利仕途的明代不斷的攻堅 污蔑破壞本案 那如果真的黃曙光早就知道的話 他有跟這個國安會內部舉報了嗎 那我們又打電話去問了 就是問總統府發言人 黃曙光自爆某立委 為迎同小力搞潛艦 請問是否有向所屬的國安會回報檢舉 總統府的發言人說 現在檢調已經開始調查了 府方不願意再做不便再做說明 檢調查明之後自會公布 所以如果早就知道他有沒有早就舉報 這件事情是一個問號 因為總統並沒有要回答我們這件事情 那賴清德現在又開始在跟我們扯東扯西 扯什麼呢 他想起了扁的時代 那時候阿扁想要跟美國軍事採購 結果被國會過半的泛藍陣營給封殺 那如果通過的話 哪需要像今天這麼辛苦 真的封殺得了嗎 那個時候不是還有達政案嗎 那時候還有吳乃人 邱毅人 也都牽涉在其中 哪是國民黨擋得了的 而且講到了這一種軍購 你只要敢砍 敢什麼的話 不好意思 你不愛國 帽子直接就扣下來了 這個首先我們來請教 要請教誰呢 請教鄭老師好了 這個案子一定要重視 一定要把它查個清楚 選舉到我都馬上想到 幾年前澳洲的王立強 撈得沸沸揚揚 民進黨撈到最大的利益 所有共諜 結果最後 連聲大於連小 那些被冤枉還扣留在台灣 蔡英文拿到政權了 這個案子 我今天早上打開那個新聞送上來 有看到一個眼睛一亮 我們的國安局長蔡明彥怎麼講 他那個標題 境外介入台灣選舉的新招數 中共與台灣公關公司 進行民調發布 標題這樣還得咬 結果一看 我們在裡面說 不排除 怎麼有可能 有可能 國安局長 可是那個標題已經是 老共已經買了台灣的公關公司介入 就是這樣子 好 那這樣子到目前為止 我是覺得 那個馬溫君刷機啪啪結尾 這個說來 要對決 那我認為是這樣 要出來對決的是黃曙光 黃曙光是你先開口 你先點名的 然後國旗就搭上去 你們兩個一搭一擋 一明一暗 然後你們在那邊操作 那今天馬溫君被你打 要出來辯白 可是馬溫君只點名黃曙光 我先講這個程序 那你光明正大 黃曙光為什麼不出來 結果你派個下士對上士 那人家說 為什麼你馬溫君不去跟國旗 那現在瞿曉心不是出來嗎 你們兩個去對 重點是你黃曙光 這把火是你點的 你憑什麼躲起來 你是一般小民嗎 你想想看 你今天蔡英文多麼的寵愛你 綠的全部照你 你是藍的出身 一大堆朋友 你妹妹還是白的 你是藍白綠通吃 你從上到下 你這個關係這麼好 你為什麼躲起來 好 他一般就講說 你看看剛剛那一段說 今天他又打電話給那個郭喜 叫他不要出來講話 你叫人家不要講話 你為什麼一開始你出來講話 他們現在就說我們是隱忍 那個郭喜講說我一直忍一直忍 你為什麼既然忍就忍到底 既然已經開口了 你就要點名 具體 他連馬溫君三個字都不敢講 可是已經鬧得沸沸癢癢 然後放一把火躲起來 忽然間寫一些東西 好像他是英雄 他們多麼可憐 但現在剛剛那個郭喜不是講嗎 他確實承認有詐騙集團 如果在整個潛艦過程中 真的有詐騙集團介入 那馬溫君認為是有詐騙集團 我來監督啊 我當然也不排除馬溫君 這個有沒有立委 假借卡預算質詢 撈自己利益 現在更嚴重了 是不是拿那個東西 甚至是出賣給中國 然後還有這個韓國的被抓 這個不是一般的貪毒啊 你這個涉及到賣國 涉及到裂亂萬塊罪 那這個時候郭喜 你講的好像正正有詞 說來啊來啊 結果你自己現在很多東西都進步檢驗 我還是覺得這樣 冤有頭再為主 血靈還是細靈人 黃曙光如果不出來 我就認為黃曙光有鬼 現在連郭喜 李喜明都打下去了 黃曙光我再講一遍 你既然敢 現在有必要人嗎 船都照啦 如果是真的有這麼多問題 清清楚楚出來指控 你們現在都說交給這個檢調 如果今天是個政治道德問題 如果你黃曙光這麼經歷的去檢驗 堂堂正正出來 國建造啦 當英雄 再把貪腐揭露 再把賣國的這個立委抓出來 你不是大英雄嗎 你 我剛剛講 你朝野通吃 藍白綠通罩 你為什麼躲起來 你是一般小民嗎 那你可以找到自己 互相英雄 結果放了一個炮 就躲起來 光這個行徑我就瞧不起 私下打電話說 你不要再講 你媽的慫恿這個郭喜衝出去 然後在後面當好人 問題是這些都是郭喜講的 他們是不是套好了 不知道啊 重點是見真章嘛 那現在馬文君有沒有 借機東搞西搞 攤開來嘛 大家對決嘛 再講一遍 如果這真的都承認有詐騙集團 那他做一個立委 就算假借執群執群 至少他有地方死嘛 那你憑什麼說人家是 咱們一直搞一直搞 這句話說有力為一直搞 是誰講的 黃曙光 可是我想想 是不是從頭到尾就是你黃曙光 一直搞一直搞一直搞 假裝躲在機密 假裝躲在愛國之下 事實上你跟一般人 你是一方人勾竄 結果被馬文君看到了 你就出來狠打 到底哪個是真相 再一句話 黃曙光不要躲著 英雄好漢站出來 好來問詠萍姐 這個事件發展到今天 我有一個很深的感觸 覺得說我們的海軍 實在是一個 身不見底的單位 特別是這個採購的問題 然後呢 最離奇的一點是 1991年爆發的這個 海軍總部捂獲是 引清風命案 死人 然後這個事件到今天 到了2023年了 已經30年都過去了 結果竟然呢 爆發的這個 這次的潛艦國造的 這個案子裡面呢 裡面的主角啊 還同樣的人 那像這個郭喜 我也不曉得 他為何如此的膽道妄為 覺得他如此的可以扣誰 像他這個事情 一出來的時候呢 我這邊也接到一些 這個海軍的人 比較知道內部的人士 我這邊唸一個訊息給大家聽 他就說 1991年海軍總部 捂獲是引清風命案 主要嫌疑人之一 就是郭喜 那他跟圖太太 經過20多年的 檢調偵辦 以查無實據為由 因為那個時候呢 警方命案很難調查 有很多斷點 連法國都還拍了一個電影 法國人也死了 他們那邊也很多個斷點 所以到現在 大家很多人還在追查 所以我們這邊呢 沒辦法起訴他 並不是只是台灣 單方面的關係 可是郭喜 雖然在引清風案 他是要角喔 他雖然獲得不起副處分 但是郭喜 在海軍軍火上前課的角色 從不缺少 而且囂張 大家看看郭喜 他那個姿態 那個作風是不是很囂張 然後呢 他的作風 作法就是 先用文字抹黑 惡人先告狀的方式 來排除商業障礙 換句話說 他這個海軍前課 他怎麼樣去奪案子呢 他就是先把他的對手抹黑 然後前任的淺訓中心主任 不吃他這一套 結果就被他告上公堂 就被郭喜告 就被郭喜告了以後呢 結果這個前一陣子 台北地方法院判決郭喜敗訴 而且認為郭喜必須服役50天 可責罰金 那他就問大家說 請問這位先生信用破產的軍火販子可信嗎 我覺得這種質疑 就是你把這個郭喜 他過去所作所為 在幾個爭議案件的 歷歷在目的部分 你都拿出來 就可以知道說 他有多可疑 尤其他在這個周玉寇節目 他點名的這幾個人 馬文君我們就不要講了 他第一個槓上的 黃真輝呢 就是以黃河為筆名 點出來他那個公司呢 是背後藏進人 是一個空殼公司 然後要吞掉這麼大的一個劍案 所以他也跟他有仇 對 然後另外呢 扯出的李喜明跟王志鵬 這個顯然我認為郭喜 現在除了他在報絲綢 用他這個軍火前客的這個作風以外 他其實在做的就是海軍的內鬥 那至於海軍的內鬥 到底有沒有這個 剛才講的有沒有上層的受益 還是說只是他們不同集團之間的內鬥 我覺得今天大家要審慎的看這個案子 請教董哥 其實我們可以知道這個案子最早 他怎麼出來 就是因為9月28民進黨黨慶 然後黃曙光 黃曙光 要讓這一艘潛艦下水 給蔡英文任內最後一次黨慶給他好看 他簡單講就是這樣 但其實大家也知道沒有下水 那沒有水可下 他也沒有人力可以下水 那這個之前的前幾天 因為黃曙光在對內部一場會議 他就講有一個立委一直在搞 為了贏頭小力 還有一個包商沒有標到 把資料拿去給中國大陸的大使館 他就這樣講 那郭喜 因為郭喜跟黃曙光關係非常密切 那馬文晶認為說你是在影射我 他說 黃曙光你只要講我名字我就告你 郭喜就跳出來了 這個過程是這樣 那郭喜跳出來就開始 馬文晶就是賣財什麼 其實他講的跟黃曙光是不一樣 黃曙光講這個立委一直在搞我 那把資料拿去給中國大陸是一個包商嘛 他現在把包商的事情把它講到馬文晶頭上 說馬文晶就把資料交給中國大陸 他自己他父主心切 為什麼恭喜這些年他敢這樣 因為黃曙光太寵他了 那黃曙光為什麼獲得蔡英文的這麼賞識 因為蔡英文太喜歡他的妹妹黃珊珊了 簡單講就這樣 2016年蔡英文5月20當選 6月不到一個月時間就生黃曙光做海軍試煉 沒有一個當總統人馬上就會有一個 這麼重大的人事兵念會發布 一般不會 因為你一定會先把他熟悉一下 因為這些人你通通不認識 你怎麼會馬上這樣呢 那他就是這樣的原因 那大家看他整個過程 郭喜就跳出來幫黃曙光 他反正不怕被告 他很多東西其實沒有什麼證據 可是他認為李錫玲 李錫玲在參謀總統的時候沒有挺 沒有那麼挺黃曙光 因為他自己有他的看法 他也出了一本書 黃曙光那時候是海軍司令 是李錫玲的手下 所以郭喜認為說你沒有權力相挺 那黃真輝是郭喜的同班同學 被郭喜拉去這家公司 跟他要一起來弄這個生意 簡單講他們有一家公司在台灣 被認為這家公司 不是很直接的 他的對口就是 我們所知道的對方那一家公司 叫GL 那後來黃真輝就走了 走了之後他就爆料 認為說你這公司根本就是你那些親戚 全部是你的人嘛 那你就是要包海軍這個 那王智鵬他也是個潛艦專家 他是常常提出說這個 這個哪裡不對勁哪裡不對勁 所以也被視為心頭大患 好那大家看這樣的情況 黃曙光喔 為什麼叫郭喜不要再講了 因為接下來郭喜去押馬文堅 馬文堅火大了在立法院他公開講 他說黃曙光的哥哥 黃成光在郭喜的公司當顧問 領人家錢啊 那你當他的顧問 恭喜又到海軍司令那邊去當顧問 好那他講第二點 他說 恭喜還兼政治現金給黃珊珊 這是馬文堅在立法院講的 那這些東西其實就發現說 那你們這些人就搞在一塊嘛 好那現在就要 反問黃曙光了 黃曙光說他排除了金樓商 不肖的前客 第一買空賣空的代理商 還有二職的媒體 然後還有那些唯利仕途的名代 他講的東西是誰 沒有啊 他就是跟這些人搞在一塊 我老實講 他講的這五個東西 包括媒體 他就是跟這些人搞在一塊 就是要把 潛艦由他來主導 然後可以怎麼樣 那請問一下 你可以找一個海軍司令自己找一個顧問 這個人可以在海軍裡面 游走嗎 對不對 開會他可以坐你旁邊嗎 可以去指責下面的嗎 這個時候違反了他常態嘛 所以我覺得說 黃曙光現在躲起來 不應該讓他躲起來 他應該出來講清楚 好我們先休息一下廣鐘馬回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廣鐘馬回來 因為他躲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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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件事情捲過去了 不是 這還影響到他那個不分區的問題 可是這個真的我覺得黃曙光為什麼 這麼沉不住氣 而且他郭喜是一個形象如此糟糕的人 他為什麼用他來做打手 對啊 而且就像你講的 他跟郭喜的 選舉到了 他跟郭喜的要好是撇都撇不開的 對啊 大家都歷歷在目 這一切都是從黃曙光開始 對啊 他自己挑起這些話題 自己弄起來 就這件事情 並不是有人去找到機密什麼的 都不是欸 而且就是去年 馬文君報的時候 其實並沒有太受重視 這事情好離奇喔 沒有 這事情真的好離奇 不曉得他有什麼動機 就是黃曙光自己挑起了這一個 我懷疑 自覺了這一塊 是馬文君去上趙康節目說 他那個根本不能下水 他還有缺了電子 跟有一個什麼 那是的確啊 那是事實啊 我的意思是說 他這樣子把他講的 他很難堪 搞不好 將來全體驗收不了都可能 對 因為他 他這個 用下水這個名稱 其實是要方便 那個廠商先拿到權 因為每個階段可以拿 每個階段 你剛才還沒講這個 你要不要稍微補一下 每個階段都可以 你要不要稍微補一下 我們蓋 做政府工程就這樣 對對對 就是他當時的那個 到下水這個名稱 我就可以簽款 對 他的合約一定是有一個明確的文字 所以他得 他得用那個部分 對 有動土多少錢 那你這樣講就合理了 真正黨人才錄的是馬文君 馬文君在黨人大才錄 什麼東西 你說跟學生那個 你說跟學生那個 是嗎 這有三粒有 是不是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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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要講快一點 是嗎 嗯 嗯 嗯 好啊 那我就講到這邊好了 下一個是王梅花 好不好 好 因為剛剛太精彩了 時間 over 好最近賴清德喔 跟這個學生們面對面的時候 都用一招 因為每次學生都會很直白的問一些問題啊 比方說欸會不會開戰啊 他就說你覺得呢 還叫大家舉手決定說 欸會不會開戰喔 原來是可以用舉手來決定的喔 那現在學生又問他啦 就說欸這個民進黨掌權帶來腐敗 貪污喔 那賴清德就又反問人家 他現在只要學生問他 他就反問回去喔 他講說欸哪一個具體事件呢 那學生就鼓噪啦 台下學生鼓噪啊 就講說啊 疫苗採購啊 談談光電啊 雞蛋啊 這代表說很多學生都對於民進黨 你們在做什麼都很了解啊 結果他還可以繼續的這樣子講喔 喔這些案子已經進入到司法程序了 不會辯駁也不會互短喔 但是呢在質疑評論之前 要了解媒體的報導是不是真實的喔 是不是有具體的事證 哪裡不真實 哪裡沒有具體的事證啊 這些不都是很具體的嗎 陳歐破立委坐車 由詐騙集團提供 郭在清爐詐案 照照起訴喔 邱莉莉這個慧選啊 聖賢慧選 照起訴 陳凱玲色灘 判了八年 陳忠諺接受招待 這個性招待 叫小雲 唉 這我們都要幫你回憶嗎 這些事情我還要花這樣子一分鐘來念 真的是喔 這明明就是有具體事證 只是看你們要不要辦 你們檢警辦不辦而已喔 那你看看現在 蔡逸宇要出來清理這個 林北好遊的戰場啦 就說 這個林北好遊 辦理了黨政為了方便 再帶一波風向 從2018年開始 就不斷用農業議題製造恐慌 攻擊陳吉仲以及吳依寧 一直以來 都是在替雲林張家在做服務啊 那林北好遊呢 她就出來講 她說 我知道我自己做了一個 自己都覺得不可思議的蠢事 其實她可能壓力非常大 她的確有受到一些圍剿 只是說她最後用的方式這樣子 自導自演的方式的確不對 但並沒有代表說她沒有受到圍剿 她一般都還是在出征她嘛 所以她就講說 好我知道我自己已經社會性死亡 但是呢 臨死之前 社會性死亡之前 她還是想問 攻擊吳英寧嗎 她自己回答248萬 也跟我有關係嗎 決定農業政策的人是陳吉仲 她的作為我覺得不妥 我當然可以評論啊 我們每一個人每一個台灣人 難道不能評論陳吉仲嗎 再來她說 蔡英宇你說我2018年的時候 去雲林縣政府替張家服務 那你應該要負舉證的責任 舉例我在2018年去雲林縣府領薪水 或者是雲林縣府相關單位領薪水 再來她最後就說超私的事情 還是存在啊 的確沒錯啊 我們進口蛋的事情並沒有解決 並沒有因為林北好遊 我們的蛋突然就變成 全部都是國產蛋不是進口蛋 這不是魔術啊 所以貼文之後她講說超私人買的蛋是25萬箱 一箱20塊美金價格 就有500萬美金的價差 浪費了納稅人的稅金 這難道叫愛台灣嗎 所以林北好遊的翻車 不等於進口蛋沒有事情 現在台北市的衛生局就要求 這個續產會應該要補交完整的資料 要提供這些與其蛋的銷毀計劃啊 說未來會請這個續產會趕快把這個銷毀的計劃提出來 我們也打電話去問了一下這個農業部的杜次長喔 說銷毀計劃的提前進度喔 那我們又沒有被接電話 現在我們大白話是被封鎖了是不是 是不是有顯示大白話的這個來電喔 那我們再看一下啊 這不只陳吉仲喔 現在謝金河又跳出來講說 這就是一種政治作戰 這就是中國大陸的一個計謀 中國大陸就是看陳吉仲不順眼喔 所以才這個自導就是有操作了這一波喔 就是感覺上面領北好遊的惡意造謠 使得陳吉仲下台 躲在暗處惡搞無印零的也是他 這認知作戰下一個要推倒的目標 是王美花啊 現在已經變成這樣子的一個陰謀論了 首先我們來問一下鄭老師 賴清德到了現場然後開放讓學生對話很親切 他當然現在為了爭取選票爭取年輕人的票嘛 聽說柯文哲比他有吸引力 好啊 台下學生這樣那個女學生這樣問他 他第一招先反問 那是啥東西叫就人家鼓噪 其實他最後他修理了個學生 他怎麼講說啊 他就這樣講說我們這個已經進入司法了 不會辯駁也不會護短 人家問他 他說他不會辯駁進入司法 他就修理學生說 要質疑評論案件之前 先了解媒體的報導是否會真實 是否有具體的事證 大家說你怎麼說這樣 還鎮壓過去這樣 第一個現在還在選舉 票還沒有投耶 你現在做一個要被人家選擇 要被人家監督的 這個你是什麼樣的態度 你想想看如果有一天你大衛做到 就像另外一個蔡英文 你們會尊重選民會尊重人民嗎 你看他現在還要來要票 討票的時候 被合理的質疑竟然態度這麼傲慢 他就那個傲慢全部都出來 為什麼 他屁股已經做久了 做到副總統 假裝是好像很謙卑的公僕 全部早就是騎在人民頭上的惡霸 這個是最典型的 我希望他們年輕人能夠看清楚 其實現在這幾個候選人 都多少有這個毛病 要嘛就很霸氣 要嘛就是很官僚 這個柯文哲自以為是天下第一聰明 都是藐視群眾的 第二個你回到那個事件本身 是 我最近也是很驚嚇 這個林北好優這個東西 忽然間就翻車了 是不是 包括馬文俊一開始 講得眼之澡澡 好像馬文俊有這個涉嫌 後來發現說 原來他說馬文俊早就把這些 公開發文叫檢調單位要辦 結果檢調單位不辦 那真相在哪裡 然後今天被反過說 是你在搗蛋 你看我們台灣社會 就可以這樣 他還是個立委 那你今天 你耐心得到學生說 把真相弄清楚 請問 我們如果是這樣的司法 這樣的檢調 很多人能夠查出來嗎 第二個什麼樣的媒體 你要問說什麼樣的媒體報告 今天台灣的媒體環境 綠的多還是非綠的多 是什麼樣的媒體在製造 在壓制 包括你剛剛講那個謝金河 又在開始放話了 你看這樣那樣 包括我剛剛前面講 國安局長蔡清燕 整個氛圍是怎麼要在弄 你還 你自然敢 假裝這個 假裝開放 願意跟學生直接 人家問 你應該講說 他其實讀到這個學生 不是支持他 在質疑民進黨 在他貪腐 我回到我們今天節目第一趴 你們在起床站起來 你尾站起來 就表示你自己也知道貪腐 如果這個時候 你用這種態度說 我知道你們對我們民進黨的 貪腐有質疑 是 你是萬人嗎 你們是聖人嗎 你應該比照那一次說 我已經有這樣子做 他不是 他覺得這個學生不是挺他的 甚至有點要質疑他 給他難堪 他就先反問 問題丟回去 然後呢 先撇清 這個已經在司法什麼 不變評論 再鎮壓 這樣的總統候選人 年輕人你們要看清楚 權力傲慢到 沒有拿到大位之前 都這個德性 將來 你覺得他會自律自治嗎 他會把權力自己 關在籠子裡嗎 這交易拿到權力 絕對比蔡英文還囂張 還可怕 大家從小動作 就可以看他的本質 所以不要相信 謙卑謙卑再謙卑 我們來問一下永平姐 賴清德如此傲慢 我不相信年輕人 看不出來他傲慢的態度 那我也不相信呢 他這種傲慢的態度呢 在年輕人群中呢 能夠被接受 甚至能夠支持他 其實賴清德 我對他的很多 處理事情跟選戰的策略 我一直搞不懂 他現在明明知道呢 他的年輕人票調很多 可是呢 他在面對年輕人的時候呢 還是沒有辦法以一個 比較謙虛的姿態 還是很輕挑的 或者是很傲慢的這個方向 這個第一個 絕對是 對他非常的不利的 那賴清德的這個傲慢呢 其來有志 剛才大家已經在講了 他去反問說 你們有沒有搞清楚事實啊 你們要了解這個 新聞媒體報導的 是不是真啊 那你的台南 是最挺你的議長 這個邱莉莉 她已經涉及會選 已經被起訴了呀 那當初賴清德 在台南市長的任內 他240幾天拒絕去進議會 就是因為他當時 認為那個議長 有這個會選的問題 對不對 那你今天比照 一樣的標準的 那你應該要 完全切割邱莉莉才對啊 你應該要完全的 排斥你周邊的這些人 要一個一個 都跟他們劃清界限 你有嗎 你有嗎 你甚至在人家質疑你說 你面對這些問題的時候 你連正面問題的解釋 你都不敢講 那林北好遊的事情呢 大家實在講很多了啦 我覺得林北好遊呢 他自己要做這種奇怪的行為 我們沒有辦法 可以去解釋他的心理狀態 但是臭雞蛋 大家有沒有吃到 大家有沒有因為過期雞蛋而恐慌 大家到了今天去買雞蛋的時候 你覺得很安心嗎 你覺得本來你每天 一天吃兩個蛋的 你有沒有因為這個事情 改成一天可能吃一個 甚至兩天才吃一個蛋 甚至你有沒有到餐廳 不敢點滑蛋的餐 不敢吃早餐店的蛋呢 這些事情的傷害跟民眾的心態 這個才是真實的 而這個問題是不會過去的 那現在蛋結束了 那個高端的流感疫苗又來了 像這種問題真的讓人覺得 民進黨莫名其妙 那你賴清德你在躲好了 你躲到最後你呢 就會被民眾唾棄 好 董哥 賴清德去政大的時候 學生問他房價 他說房價在降價 後來被大家修理 修理他覺得很不妙 因為年輕的選票 過去都是挺民進黨 所以他此後開始做修正 修正以後他就提出來了 私立學校的學生 貸款由政府來幫忙 3.5萬支持 每一個學年 哇 那這個 就獲得很多選票 然後再提出來 青年我們可以 貸款可以 又加非常多 所以賴清德就開始 一直用金錢去收買 那接著呢 他又想說 過去代表青年就是太陽花那些人 所以他開始從太陽花裡面 找人去參選立委 林輝煩 吳貞 然後賴品儀 然後又想到雞排妹 結果被人家修理 說雞排妹的形象你要找他嗎 他在賣飛機杯 賴伯伯你確定要幫他賣飛機杯嗎 賴清德就嚇壞了 哈哈哈 我還會把人家修理 看不完 我還會用一小時 我還會被我 那邊趕快 我還會給他 你只要一編 我還會給他 好 他說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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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武器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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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 我们真的 感谢观看 一艘潛艦是水文決定的 不是你人來決定的 派兩艘船 那是陸軍的思維 那我們來看 剛剛介大使在那邊講 我們現在就來看 這個就是韓國的潛艦 這個張寶高級就是KSS-1 他們在1988年第一個下水的 他們有獸馬效應嗎 他們有煩躁亂七八糟嗎 那個有皺褶嗎 沒有啊 孫元一級 其實張寶高級 也就是德國的兩棟鉤級 然後孫元一級 也就是德國的214級 製造的過程 就真的如同剛剛大使所說的 真正的韓國潛艦國造 是安昌浩級 我們看它的煩躁上面 有我們講的獸馬效應嗎 都沒有 那我們為什麼會有 這件事情 台船可能要好好的 那個自我省思一下 接下來 終於有人開始提 東風一百了 從昨天的節目 開始變成重中之重 大家都來討論 你說小艦長 你也開始跟著大家起哄 沒有 從2019年 我就很 很專心的觀察這個 為什麼 我們可以從它下面發射的方式 它其實不是 它的這一種設計 其實很獨特 為什麼 因為它不是我們一般所看到的 那個傾角發射 它是垂直發射 表示什麼 表示它未來的那個相容性非常高 它可以打到兩千至三千公里 也就是關島 你不要跑 關島你打扮成這個 我們講的刺蝟島 也沒有用 為什麼 因為各型飛彈都找得上 從東風二十一滴 東風二十六 現在又多一個 東風一百 而不是現在 這是在 2019年 大陸的國慶 其實就有了 那 小艦長 你對於這件事 有什麼其他的看法呢 它有沒有可能 未來被塞在 塞到 055飛彈 那個萬噸驅逐艦的前面 當初我們都沒有人想到 說 英級二十一 被部署到 那個055萬噸驅逐艦前面 然後在 去年 裴若西來的時候 那時候 東部戰具還特別告訴我們 長島兵力 長島兵力是什麼 就是它來的055上面 帶著東風二十一型的 這種飛彈 這個就是我們所看到的 解放軍它對於裝備的設計 其實是極有遠見的 也就是說 它不是 我們一般就是 那個老美有Mk-41 我們就用Mk-41 不是 他們 各型的飛彈 全部塞了進去 然後 甚至還包含了 ASRAC 就是我們 在台灣叫做 反潛火箭 然後還有各型的 包含了 那個 個型的巡翼飛彈 它通通塞了 放的進去 也就是說 它的彈性極大 大家把它看成一個防空箭 其實真是小看它了 那至於說 我們未來有沒有這種難劫的能力呢 其實我先講兩個字 沒有這個難劫的能力 為什麼 因為我們只有天空跟愛國者 也就是一層的一個對空的攔截能力 而且那個高度不夠高 那個高度最高不會超過30公里 所以中科院一直告訴我們 他們要向更高的高空挑戰 意思是什麼 意思就是現在沒能力 我們來請教閻老師 我覺得我看這一個議題 就是第一個就是 你如果有可能露出去 或者有什麼這種風險 就是說我們洩密的風險 那包括我們所參與的國家有這麼多 我覺得我們這個工程師 我的意思是像譬如澳洲的 南韓的西班牙的這些 那難道我們每一個國家 是不是都應該去看一看 這些工程師有沒有問題 就是跟我們合作的 有沒有這個參與的時候 有沒有問題 那最主要我覺得 我們的方向還是搞錯了 就是說你在整個 這個潛艦國造的過程當中 我們當然樂於見到這個能夠完成 但是我覺得這個是最後的 那中間應該我們現在 可以比較欣慰的就是 因為當你有了一些能力之後 當你有美國也願意 就是讓我們可以發展這一方面 別的國家也都願意合作 這個時候你應該去談 你在外交上面的一些突破 就是別的國家並沒有禁止 他們的技術人員跟我們來合作 那我覺得這個是可以值得去 大輸一輸的 但是你今天要把它變成 好像馬上就有什麼東西出來 然後又認為說現在在這個階段 有些東西又被透露洩密出去 我覺得好像有點把這個重點放錯了 我一直認為這是一個算是外交突破 就是很多國家很多廠商都願意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不是像以前講的 這個我想我們軍方應該是最熟 就是台灣以前是說能夠買到武器就不錯 能夠有什麼樣 那現在不是喔 現在這個看起來是有很多人講要禁足你這個標嘛 那這個時候你應該是比較更能夠有一個自主的權利 或者你比較有聲量的可以講話我要怎麼做 那我覺得這個我們重點應該是強調這個 而不是現在就是說去查這些東西 然後還沒有做好就要把它拿出來 來做一個幾段次的剪彩我不知道 以後是不是還要再繼續做 那我覺得這個是本末倒置 好我們先休息一下廣州馬上回來 上 要大內宣一下 這個就跟那個林志堅提前開那個棒球場一樣的 對 他希望在他任內就下水 他任內還不一定下得了水喔 下不一定 可以下水啦 可是可能沒有辦法交水 就是說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加入戰鬥系列 下去就出上不來的 沒有因為大家現在很多喔 其實像他們還有人講聲文 那他們講聲文 其實聲文這個東西事實上為什麼現在潛艦下水 他都會用那個車業都會用個布包起來 因為現在的照相機 尤其是那些專業拿大砲筒的那種 那種很厲害 他直接可以照出來利用太陽的這個陰影 他可以回去用3D再做一個 做一個小的 然後他就可以模擬那個聲音 但是那個就是聲文嗎 那個不是聲文 為什麼 因為聲文當然有一部分是由車業決定 還有你船上的所有的噪音 例如說我們講到說他使用電瓶 用電瓶推動他的大軸還是在轉的 他的大軸在轉的時候 跟他的大軸套是不是也有聲音 還有你船上的一些輔助裝備在運作的時候 是不是也有聲音 而且我們現在這一艘海昆劍 他是沒有吸音瓦的 也就是說他那個敵方的聲納打來 就是打來就是反射 他沒有辦法中和那些那個音波 他也沒有辦法產生其他的反射 所以其實我們這樣講 沒有吸音瓦是很普遍的嗎 吸音瓦是很普遍的 那沒有比較 比較怪異就對了 而且我們現在講說我們這個 使用的是離鐵電池 哇這多讚啊 走在時代的尖端 人家為什麼沒走在時代的尖端 因為人家有絕氣推進系統 根本不用這個 這一個東西事實上來講 目前只有日本蒼龍級在用 就是離鐵電池 只有日本蒼龍級在用 意思是什麼 代表性不夠 它的安全性你真的能夠確認嗎 對不對 那至於說那個電池沒有先擺進去 那個我必須要坦白講 那個是正確的 就是海軍或者是台船 也不一定有全錯 也有部分作對的地方 像我們剛剛看到那個韓國的那個照片 我們就可以知道 事實上來講 他們也不是第一次就下水 所以我們剛剛有拿到 有看到的照片是說 他們也是有這個 類似我們的命名及直屏儀式 他們也是這樣 你看他們這裡是不是有個像把一樣的東西 那個就是直屏的裝置 他們也是有這個 可是你就講清楚嘛 對不對 我說對不起我們現在能力不到 還沒做到那裡 我們先來直屏一次 為了慶祝民進黨黨慶 那大家就好吧 好吧 反正現在只要監督民進黨的 就是叛國啊 對不對 我們什麼都不能監督 是不是大使 現在監督民進黨就是叛國 就是中東的路人 動都不能動 動就給你 講都不能講 講都不能講 五花大榜 所以有委員說 說那個聲文資料可以交出去 那我才覺得奇怪他要交什麼 交到那邊 嚕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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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聲音 這是什麼聲音 對不對 水文資料 對水文那個聲文資料 而且現在的聲 視覺性的重於聽那個聽覺的 不要因為電影看太多 烈莎紅色十月 烈莎魚571 你就想著那個時代 那個是1980年代 烈莎魚571是二戰時代 現在是視覺性的聲納 不相信 你到漁船上去看 他的聲納 不用到漁船上去看 Discovery 漁人的搏鬥 他有在聽聲納嗎 沒有 他的探魚機一開 是不是就是視覺式的 他沒有在聽 所以 我們不要再鬥笑了 每個人都講的 哇靠好棒棒 好歡迎回來新聞大白話 我們來關注全球都在矚目這個消息 就是麥卡錫 竟然拜拜了 他被罷免 就是出乎大家的意料 這也是美國史上的首次眾議院的議長 麥卡錫被罷免掉了 那他是同意的票是216票 對 這一個 210票 那其實這個216票裡面的成分裡面 是包含了民主黨 加上共和黨 但這一次提議要罷免他的 是共和黨的人 就是這一位 蓋茲 那以蓋茲為首的 8個人 共和黨及右派 其實他們就是叫做川派 川系的這一個議員 那他們不瞞麥卡錫 在為 這個大幅削減開支的情況之下 通過了這個新的撥款法案 避免美國政府官門 奮而提起了這個罷免的動議 那其實他的意思就是說 你怎麼可以倒向 你明明是共和黨的 你怎麼可以倒向 幫民主黨呢 因為這一次共和黨 其實就是川普就有喊出來說 就讓美國的政府關門 那所以所有的共和黨人 是要阻擋這樣子 就是等於說 趕快有這種撥款法案的事情 那結果麥卡錫跟他們妥協 所以才有延長續命了45天這件事情 所以他就奮而提出說 那我要來罷免你 那所以那時候他說他要提出罷免 然後結果麥卡錫也很強硬 就說好啊 你就去提啊 然後結果想不到蓋茲更強硬了 他就說我已經交出去了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為什麼他一個人提就可以過 其實這個時間又要回到這15輪 這個麥卡錫 他其實是在15輪投票之後 才勉強當上議長 當時呢就是因為蓋茲為首的川系議員呢 他們不願意支持麥卡錫 所以這15輪就是因為他們 因為民主黨共和黨的票非常的接近 所以他們全部都一直不投給麥卡錫 那所以麥卡錫就一直不過一直不過 一直反覆投反覆投反覆投 投到15輪 他們這些人投下這一個棄權票 所以才讓這一個麥卡錫勉強過了這個門款 所以之前就已經結下了梁子啦 因為他們為什麼這樣說呢 就是因為那個以前川普的川粉們 去攻佔的國會的時候 麥卡錫當時支持就是國會要做公聽會 所以他們就覺得說 你不是純正的真川粉 真川系的議員 所以他們這些人一直都很不爽麥卡錫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背景 所以麥卡錫終於終於是被他們給搞走了 那現在這個麥卡錫好像很落寞 落寞低著頭這樣離開了這個 等於說不能擔任議長了 我們來聽聽看他的講法 好 尷尬啦 就是當了十個月之後 結果拜拜了 像共和黨團說 不知道下部要怎麼做 雖然我們大多數人是挺麥卡錫 但是只要少數人造反 就能夠讓眾院混亂 那其實這個少數人指的是這個 川普這個所謂的川系這幾位 那川普哪怕出來講說 其實我沒有討厭麥卡錫 但是他們又講說 我不管你怎麼說 我們對於麥卡錫 我們就是不會讓步 所以現在這個連川系議員 川普都管不住他們 那再來我們看一下 民主黨為什麼又會去支持 這一次共和黨提出的罷免案呢 明明共和黨這一次麥卡錫 不是也去幫忙了他嗎 那共和黨怎麼見識不救呢 他們就說本來也是想說 是不是要這個去幫忙的 那麥卡錫因為提出 你彈劾了拜登 所以也有這個截下良子 所以民主黨就想說 既然共和黨提了 那算了 吐死狗捧好了 我們就順便順勢就幫忙一下 共和黨就把麥卡錫 也給罷免掉了 所以這個感覺上面 麥卡錫真的是兩邊得罪 感覺自找就是被罷免 那他現在變成了史上 這個美國史上首位被罷免的議長 接下來誰會來接班呢 10月10號會討論 麥卡錫的繼任人選 11號會來選這個新任的議長 結果現在臨時議長呢 上任之後呢 他就立刻做了一件事情 把裴洛西趕出了辦公室 這很奇怪 這個兩位這個前議長的下場 都是這個樣子喔 裴洛西就講說 沒關係啊 辦公室空間對我來說不重要啦 那對他們來說似乎很重要 我們就看到上面有這個圖喔 就是他連這個 他在放假喔 他正在加州參加朋友喪禮喔 沒有辦法移動自己的物品喔 所以臨時議長就貼新派的工作人員 就把他的這個電視機啊 什麼通通都搬空了 所以美國要鬥起來 就是鬥得很兇喔 那再來我們看一下 這個這幾位喔 也都跟台灣有一些連結喔 比方說這個麥卡錫呢 之前就標榜著這個抗中友台嘛 那我們還有這個菜麥會才在四月份才剛舉行喔 那另外這個裴洛西不是去年也才剛來台灣嗎 難道台灣有神秘的力量嗎 就讓這個這兩位議長喔 快速的都就離開了這個議長的位置喔 那再來我們看一下看抗中同盟 現在加拿大跟印度喔 真的是徹底翻臉 現在印度直接要求喔 41位住印的外交官 就是加拿大的外交官喔 你必須在10月10號前要撤出這41名喔 目前大概是有62名 他說否則就要取消掉他們的外交豁免權 杜魯道就趕快講說我無意讓事態升級啊 可是呢就是沃泰華跟德里這場爭吵之中呢 這一名席克教的這個領袖在加拿大被暗殺喔 這個杜哈 蘇哈杜內克 他是一位這個席克教的領袖 那遭到印度的警方通緝之後逃到了加拿大 但是卻在加拿大這邊遭到槍殺 那可是呢我們看到這些相關的這種美國媒體跟杜魯道好像都不提這件事情喔 那我們看看現在後續的影響是什麼呢 因為印度喔 就是現在這個加拿大是印度扁豆主要的出口國 那所以現在2022年加拿大出口了48噸 48.5噸的扁豆到印度喔 估計佔了這個扁豆的進口總量一半以上 那因為呢扁豆是印度咖哩主要的原料喔 現在因著他們現在這個進口的這種惡化喔 所以他們已經限制了相關的貿易 所以印度的這個印 他們可能已經連咖哩都可能有點吃不到了 因為沒有扁豆喔 所以現在改向這個五眼聯盟的澳洲來購買更對的扁豆 然後也要跟這個加拿大槓到底喔 首先我們來請教一下介老師 對 我覺得麥卡錫被罷免喔 我覺得百分之九十他自己要負責 對 因為他基本上他應該是要忠於共和黨 在重要表決的時候 他不能在黨內有還有強烈反對聲音的時候 就禁負表決 而且這個議案是對反對黨的執政政府有利的 這是政治上嚴重的錯誤 對 他把自己這個黨內的反對聲音要踩下去 而且這個作為顯然是不得到這個好被被 被踩下去的共和黨裡面的好比較這些反對的議員的 支持這個手法非常粗暴 而且他基本上是讓拜登政府去解困 他們在這個事實上的話在共在參議院的話 基本上現在是兩百二十二對兩百一十二 共和黨雖然領先不多 可是還是有十票的優先領先 所以在這個重大議案的時候 他不顧黨內的反對 就直接跟這個反對黨妥協 所以這個是他政治判斷的一個 我覺得是他本身這個判斷就有問題 那第二個就是說 其實從技術上來講的話 這個他黨內的同志宣布要罷免他的時候 他還居然吼出狂言 他說你們來試試看 我有把握你們不會成功的 不會成功的 他可能是期盼 裡面有一些民主黨的人會跑票 會跑票 然後最後怎麼樣 讓他過關 然後民主黨可能 可能不會全數支持讓他下台 那他這個估票有問題 你作為一個眾議院的議長的話 你第一個你政治判斷要很靈敏 你要能夠自保 你這個政治判斷 是你自己的位置做代價的話 這個連自保都不行 還要保護別人嗎 這個就不及格 第二個你這個要付出表決 要對決的話 你要估票的話 這個眾議院議長就是要會估票 你連自己的位置的票的估 你都估不準 最後一表決下台了 所以我覺得他基本上是該下台了 能力不足 政治判斷也不好 那個實際的技術的這個技術面也不好 他那個基本面掌握不住 技術面又很差 下台是綽綽有餘 因為當時他十五輪給他選上的時候 當時那個共和黨裡面這些基金派 他就曾經說我一個人提案就可以成案 而且你要付出表決 那個就已經讓他應該要警惕了 結果在重大的表決的時候 他結果把自己的官丟掉了 所以我覺得他是怎麼樣 就由自取啊 他也能力啊 政治判斷跟能力上啊 無法堪持大任啊 下台啊 剛剛好 嗯 剛剛這個 介老師有提到說這個票數 我來跟大家說明一下 因為民主黨208票 結果完全沒有跑票去救他的 全部都乾脆送他上路了 那共和黨是210票反對 所以大概只有兩票的差距 那偏偏這八位就是川系的這個共和黨 是投下了贊成票 所以就變成216票 對上210票 就把這個麥卡錫給送走了 緊接著我們來請教一下閻老師 我覺得當然我也同意這個 介大使提到這個麥卡錫的困境 但他有一個理由就是說 為什麼他會協助民主黨 繼續讓這個政府不關門 畢竟他是加州選出來的議員 那加州是全美國僅次於華府 最多聯邦政府公務員的地方 他等於是還是要照顧到他的選民 他的這個選區 所以他還是會去強調這個 可是你老早就知道 像Gate这些人 對你老早一直是不滿的 然後你當初妥協的時候就像大使講的 你就讓他們可以一個人可以提出罷免案 這已經是 這個是很大的妥協 你就要面臨這危險 你的佈局 我最記得我們台灣以前這些算票的 立法委員投票的時候 也有一個人專門告訴你該怎麼投的 就是你要算票要算得很精準 那結果他今天八票跑掉 那問題是他真的搞不好以為民主黨是會來幫助他的 可是民主黨 對不起 民主黨雖然這一次覺得說在這個預算案裡頭算是幫了忙 他算是幫了忙 可是民主黨他也對民主黨也不是這麼友善的 長期來講民主黨搞不好就覺得說你換下一個 我們可以就第一個願意看到共和黨更亂嘛 亂七八糟 然後呢下一次說不定現在因為只有 剛講的只有十席的差異來回五席 我只要翻轉了五六席六席我就可以贏回多數的話 如果是按照這樣子來看的話 那很有可能就是說下一次選舉我就會贏回來 所以我看到你共和黨越亂越好特別蓋茲是一個非常有爭議 很令人討厭的一個眾議員 那我覺得把他提出來當然他可能是獲得了川普的支持 可是我覺得他絕對不是共和黨主流派的這個議員 那現在當然McHenry上來這位他也是算是台灣算是友台的嘛 就台灣連線的一個成員 所以我們覺得大概不會影響對台灣的態度 可是你今天共和黨這黨內無法整合 然後呢美國要我不曉得他下禮拜選得出來選不出來 你看上一次選了十五輪 這次不是還要選多久 然後你選不出來之後是不是就站待 然後看到底會怎麼樣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亂的情況 那至於這個Pelosi這個我覺得McHenry也是有一點點過分的 因為之前裴洛西就是之前的共和黨議長下台的時候 他辦公室讓你保留到你自己可以清乾淨為止嘛 你退休了的當然就應該可以 就是稍微有一些尊重讓你等你退 你下來還不一定就退休 然後等你退休你自己拿 那裴洛西還沒退休欸 而且他現在好像看起來還要再選一任了喔 如果他沒有下來沒有離開國會山莊 你這時候就把他的辦公室要去收回也真的有一點點小氣啦 我覺得這個是真的是共和黨在這一些方面喔 已經就是說美國兩黨在議會裡頭彼此稍微有些信心相惜喔 尊重也好大概現在已經蕩然無存了 就變成是惡鬥惡鬥的結果麥卡錫是兩面不討好 到最後自己下台 嗯這邊還有一個很戲劇化的細節喔 在這邊除了我剛剛講到說麥卡錫喔 因為過去有提出彈劾拜登讓民主黨覺得很不爽之外呢 還有說壓垮最後一根稻草是因為麥卡錫喔 還有點白目白目的去接受訪問 然後他在訪問當中說欸 政府會關門就是因為民主黨喔 所以就是有這個民主黨的消息人士跟滑油透露 民主黨因為看到了這一個這樣子的指控喔 就說欸你怪到我們頭上 所以他們就決定說最後下這個 可能說統一的這一個指令 就是208票都不跑 然後讓他就這樣子拜拜了 就直接送他走了 我們來問一下艦長 嗯事實上來講喔 那個剛剛無論是大使或者是嚴老師喔 都提到說15輪的投票 然後才選出來的這個議長喔 他事實上只幹了9個月 那他只幹了9個月 那他在9個月之前欸 也就是說他整個的 從2007年他擔任那個國會議員的時候 他的表現又是什麼 他跟地方的連結是什麼 那我們在台灣的那個媒體啊 其實是沒看到 可是呢 央視的預冤談天啊 他把這個統計得非常清楚啊 就是我剛剛所提到的 從2007年到2022年啊 他所有的提案 他通通一共是那個113個提案 那事實上通過的只有10個提案而已 也就是提通過率其實很低啊 他按照媒體的披露啊 也就是他在那個 他為了要減少他的爭議性啊 他盡可能的那個沒有跟他的那個地方的選民啊 那開各種的會 像例如說 我們剛剛一開始所看到的 開頭所說的 他未來是不是還能夠繼續的擔任那個國會議員喔 這件事情可能我們還要繼續觀察 嗯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廣告之後忙回來 選不上啊 選不上啊 那會是誰呢 現在代理的這一位 Henry 對 Patrick Henry Patrick McHenry 我們今天看到就想說 這是蔡英文的神秘力量 那個魔咒 真的 開玩笑 從裴若曦到麥卡西 怎麼都跟我們就是 這麼有連結 對對對 我們剛剛有講關島 麥卡西又可以來台灣撈錢了 我們剛剛有講到關島嘛 來我們來看關島現在要變成這樣 變成一個刺蝟島 要變成一個刺蝟島 要變成一個刺蝟島 對 有網友說 我們好不容易中場休息時間 你小建長就來上課 那這樣子怎麼 怎麼撐得下去 可以去上廁所喝口水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它的部署非常的綿密 它其實涵蓋的就是安德森空軍基地 以及海軍的軍港 以及這個中部的部分 那我們都會有更詳細的圖 其實這叫做什麼 增強型綜合防空飛彈防禦 它到底要防禦誰 它要防禦的當然就是解放軍 為什麼我們講說 它要防禦的是解放軍 小建長這裡還有圖 什麼圖 也就是個型飛彈 可以打得到的 射程可以打得到的 就是剛剛所講的 東風26還有東風27 不要忘了 那其實 最厲害的就是這種彈道的多樣化 這種彈道的多樣化 讓你用一種防空飛彈系統 事實上是沒辦法攔截的 那我們剛剛講說 它有多少種攔截系統 可以看得到 在安德森空軍基地這邊 那可以看得到說 它在這邊有藍色的 那個藍色的弧線 藍色的弧線是什麼 這個是薩德 還有藍色的圈圈 這個是什麼 這是陸基神盾 然後還有紅色的弧線 這個是什麼 鐵窮 I don't 美國買了以色列的鐵窮 放在哪裡 放在他們最擔心的關島 還有黃色圈圈的這一個一個一個地方 叫做什麼 叫做陸基方鎮 它把方鎮快炮放在跑道頭 放在各個機場的跑道頭 為什麼 因為它擔心 它的擔心不是正面 可以對著中國的那一面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055萬噸驅逐艦 它可以帶的飛彈量非常的大 而且彈種非常的多 那它都可以對於解放軍進行攔截 不是 對於美軍進行 那個關島基地進行攻擊 還有那個 大家在講 遼寧艦 好 這路透社講到說 我們台灣有四家廠商 是不是按住華為建廠 這件事情大家就去問了科比 結果科比回答說 不意外 好像覺得說我們台灣就是會這麼做 那他說 說我無法證實這個報導的準確度 但華為會想辦法持續生產半導體 我們也並不意外 所以比較完整的講法是這樣子 那路透社就講說 美國現在提前通知北京 延你10月要更新這個晶片的出口禁令 感覺上面現在是要加大嚴格的限制 那我們看到艾斯莫爾的執行長就講說 不要再逼中國創新了呀 你越是限制 越是會讓中國大陸可能更加的強壯 那SK海力士的董事長也講說 放棄中國這個大市場 我們是沒有辦法彌補缺口的 所以一些跟中國大陸有貿易往來 這個晶片上面的貿易往來的 都不看好這件事情 不看好這個制裁 那華為也的確讓拜登覺得好像 顏面無光 這個晶片制裁 那感覺這個國際的研究機構就說 華為在中心跟中心取得突破之際 美國面臨到最大的危機是 盟友繼續支持制裁中國的晶片業的意願 下滑了 包含了歐洲 日本 韓國都擔心繼續追隨美國的話 會導致企業的利益受損 很少有國家會完全將大陸市場 拒於門外的啦 所以美國是不是要被拋棄了呢 那現在世界上面也開始出現兩極化 你看這個馬來西亞 這個安華 首相安華 他講說 中國華為 這個現在雙5G網路 有他們的參與會更有效率 還有南非的金磚大使也講說 華為帶來了發展的記憶 就是美國想要施壓 可是他卻 我們沒有要跟 所以你看西方國家進華為 對抗的是什麼呢 金磚國家 反而是更愛用華為 其實西方國家也不是主動的想要進華為 就是因為 美國那個五眼聯盟 你是我朋友 你要跟著進那種氛圍 他們才不得不這樣慢慢的 慢條絲理的這樣子 在進華為 很多國家要講說 我這個進華為 我還要拆掉這些設備 錢都還沒有辦法來 所以一言再言 他們真的進華為 也是一個好像做個表面給美國看而已 所以我們看到現在這個中美科技戰 達里歐這個橋水的創始人 他提到說 美國對大陸的晶片限制 就好像是太平洋戰爭之前 對日本的石油禁運 因為二戰的時候 美日開戰的原因 就是因為切斷了石油供應 然後拿走他們的錢來制裁他們 現在的形式非常的相似 晶片就像是當年的石油 中美之間存在許多領域都處於紅線的邊緣 所以感覺歷史又再度重演 只是在不同的領域 美國看到你威脅到我的這個產業 我就開始要對你祭出制裁嗎 那市場才是最大的一個決定因素 現在全球的電動車市場 中國大陸的市佔已經過半了 根據最新的這個數據顯示 2023年上半年 全球電動車的銷量已經達到了620萬輛 年增高達了49% 將近5成 那中國大陸在全球市場 占有率多達55% 銷量就有340萬輛 其中比亞迪 就是因為 我就把這個中國大陸市場 我主要拿下這一塊就好啦 我就可以穩坐電動車的銷量冠軍 所以你其他市場 你哪怕歐盟 你什麼要做一些限制 你影響也不大 因為你市佔就沒有中國大陸大嘛 那所以我們看到 大家都想要搶這個中國大陸市場 這個BMW也現在針對中國大陸的市場 推出新世代的專屬車型 就是說為新世代打造更炫的 科技感的電動車 不炫的話 你也沒辦法跟BRD對答了啦 所以他們說現在具體的細節沒有透露 但是呢 預估在2026年呢 會來投產 那也蠻久之後了 那再來我們看一下 像是一些 輝達 也有特別為中國大陸的客戶 有特製晶片H100 現在可能也因為這個禁令 可能這個速度 傳輸速度要有一些調整了 那Intel呢 也想跟進 就是說 我也可以做特製的呀 我也可以繞過這個禁令來 符合這個大陸市場的這個需求 那也是現在大家都會想方設法 不要斷掉這個中國大陸的市場 那另外一個消息 就是IMF現在 要擴大中國大陸的投票權 也讓這個日本很緊張啊 因為想說哇如果中國大陸投票權擴大的話 會不會我日本就被擠到後頭去了 所以美日現在都很緊張這個消息 可是IMF的總裁呢 他就講說應該要做出改革 剛好可以反應過去10年 包含中國崛起在內的全球經濟的變化 所以在這個金融市場的話 也開始出現這個中國大陸的這個發話權越來越大的一個趨勢 首先我們來請教一下介老師 我覺得就是說那個 有關這個臺廠的這個在大陸協助華為建廠這個報導 我覺得這個報導的手法 有那種 有似乎有種恐嚇的意味 你知道 而且那個是道聽途說 那個報導方法非常像黑道 在恐嚇一些廠商的 而我們在哪裡哪裡 看到哪一些的廠出沒人員 我們認識的什麼人員 出沒在那個什麼廠裡面 這不像恐嚇性一樣 我叮了這個毛骨悚來 堂堂的一個國際大媒體 用這種方式來報導 我們看到我們經過熟人如何如何 看到你們有人員出現在哪裡的廠 深圳哪裡廠 什麼哪裡廠 這個不曉得是什麼動機 不過我覺得那個王美花這次反應很快 人家馬上就問說 這個漢唐雅強重越細科紅塵 你們在這個大陸協助這個這個華為建廠 你們聽到沒有 有聽到 不過好像沒有違反我們有關相關高科技輸出 輸入輸出大陸的限制 一口就否決了 還加一個尾巴就是說 不曉得有沒有違反美國相關的限制性限制令 他這次反應非常快 那其實我的瞭解就不管是漢唐雅強這些 就是承包這種晶片芯片工廠工程的相關的公司 在大陸已經經營了很多年了 不是現在存在的 而且這些的案子都很大 因為大陸這些年不斷的蓋這些芯片工廠 對 芯片工廠 那很多設廠的時候需要各種的 尤其譬如說所謂的無塵室 無塵室 還有這種水處理 因為你這裡面的用水 這個水都不是隨便像這個 像像日本的核污水這樣亂搞的 他是要經過處理的水 那所以這些工程 臺灣有這些公司 像碳塔養霞這些公司 是世界頂尖的 因為在臺灣建廠的經驗很豐富 所以呢 他們在大陸已經這麼多年了 不過美國媒體突然做這個報告 警告性質很濃 警告性質很濃 所以呢 為他將來繼續 就阻撓大陸的芯片製造跟發展 這個我們臺灣的廠商 也正式也被扯進去了 好 來請教閻老師 我覺得美國這個國家 他如果希望這些 大家一起共同來制裁華為 那很多國家如果要改換系統或什麼東西 其實可以跟美國要求說 如果你補助我們 你全部幫我們換 我們就樂於接受 美國如果又要他們不准用 美國對他們有沒有什麼實質的幫助 沒有的話 他為什麼要聽你的 我覺得這是美國要去考慮 如果你今天想要用政策 達到你想要的一個政治目的的時候 你那個政策必須要有 後面也要有一些錢來支撐 才有可能達成嘛 就好像譬如說你今天希望印度的武器 從俄羅斯轉成美國 那你也要提供很多的武器 而且可能那個價格還要讓印度有誘因 因為他要轉這個系統很麻煩 那同樣的你對於這些華為的系統 你要是要求這些金專國家或者其他國家 不使用這個 你提供了什麼誘因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要問美國的 那應該是所有的國家都要問美國 好 你希望我們不要用 但是我們如果要不用這個 我們用什麼 如果要用你想要我們 那你給我們的誘因是什麼 那我們有沒有這個可能可以去說服 我的政府我的老百姓說 這個offer的條件更好 所以我們不需要走這個 你不能就用安全的理由來騙我們 因為你美國的系統一樣有這個安全的疑慮 一樣的嘛 所以我覺得這是美國最大的一個問題 就是你要把錢拿出來 美國現在不像這個二十大戰結束的時候 它是世界獨霸 然後整個經濟也是dominate 就是也是主導的 現在美國很小兒科 又想達到它原來的目的 我覺得這個是不可能的 就是你一定要撒錢才有用 好 請教建長 除了我們看到 那個有關於5G的問題 那事實上歐洲執委會 他也要求對於最敏感且急迫的四個領域來對 他沒有說哪個國家 他沒有名字哪個國家 可是大家都知道 他就是要對大陸進行限制 哪四個領域 第一個先進半導體 就是那個剛剛那個大使跟老師所講到的部分 第二個生物科技 第三個人工智慧 第四個量子科技 量子科技 對不起 大陸進入這個領域非常早 在那個因為小建長讀了很多他們的論文 那有關於這個論文來看的話 事實上來講 軍方所使用的這種軍規的那個晶片 都不是我們講的先進製程 而是成熟製程 所以你現在怎麼樣限制 都效用並不大 那其實後面還有六個 六個領域就是網路安全 監測科技 太空科技 能源 以及機器人的部分 我們想一想現在最大的超級工廠 特斯拉的工廠在哪裡 在上海 也就是它也大量的引用機器人來製造 所以你要管制 未來你要管制大陸也不成功 那太空科技馬上的聯合號 那個太空實驗室也不能用了 唯一可以用的就是中國的實驗艙 所以我們這樣子講 你要這樣子的管制大陸 事實上效用並不大 而且現在日本的電子研究公司 他說其實這次華為的手機 它所使用的晶片不是7奈米 而是14奈米 大家覺得14奈米更難 沒有這更可怕 為什麼 因為它把14奈米透過了 那個特殊的技術之後 它就可以提升到5奈米的水準 那未來它如果到達7奈米的時候 它用類似的手法 是不是可以進步到3奈米 2奈米 所以這一種特殊的技術 其實才是最可怕的 而且這種可怕 可怕在哪裡 也就是現在我們看到的 它把那個透過華為賣了60 Pro 它把衛星電話拉成了白菜架 未來它還會透過這個樣子 變什麼東西變成白菜架 剛剛沿老師特別講到 就是說那你要 那個美國你要這些盟國協助 那你就賣便宜一點 你又要想要賺很多的錢 那不要忘了諾魯到密克羅尼西亞當中的海欄 之前華為海洋就出了最低價 但是他們以國安因素就是不讓這個通過 所以只要有中國產業進入的地方 很快就變成白菜架 然後美國你就賺不到廠商剩餘 然後你賺的錢變少了 所以你的汽車廠的員工都出來抗議 原因就在這裡 那接下來如果我們再繼續講 剛才講到 過了 哈哈哈 沒有 powiedział 謝謝 wasn't even 不敢再講 講完了還沒完 因爲剛意不曉得你過了沒 謝謝 謝謝大師 謝謝 謝謝 講半肉 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后转 拍照了 好高一分钟 一分钟 哇塞 今天这个真的是好恐怖 麻烦来宾帮我品床作证 谢谢 太杂了 很杂 而且 因为后面要 那一张应该是要衍生说 前提没那么好设计 那一段应该是这样 就算你有30年前的造浅鉴的历史 你也不见得造得出来 或是造得很好 嗯 嗯 30秒 啊 请建造一段 好 好 观众朋友平安 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 我是节目主持人钱子 介绍今天的来宾 首先是资深媒体人康仁俊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毛嘉庆 钱子好 大家好 以及资深媒体人陈辉文 大家平安 好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 赖清德昨天到了高雄 他成立了所谓的海洋造船产业 赖清德后援会 您看到地点在高雄嘛 所以所有的立法委员都来了 因为全部都是民进党党籍的 那赖清德也搭上了最近最夯的实施议题 也就是国造浅鉴 他说现在浅鉴子只造了一半 只有一半而已 另外一半的经费要看下一届的立法院了 那什么意思呢 就说国会要过半 让民进党好办事 只是才造了一半就下水了吗 那这个浅鉴现在的争议还很多呢 包括了郭喜点名说 有人卖台 有人跟军火商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疑云重重啊 到底是谁在卖国 谁在泄露国家机密呢 我们先看看郭喜最近啊 不断的上政论节目 据说昨天就上了11个政论节目 哇他都不用睡觉的 他说李喜明 这是我们的前参谋总长 还有马文君都是一伙的呀 还有包括哪些人是卖台集团啊 李喜明 黄真辉 王志鹏 那当然还有马文君都是卖台集团 可是郭喜他随便讲就算数了吗 那当然马文君去告他了 可是我们先来看看这些造潜舰的相关人士 或者是我们的国君甚至是将领 过去蔡总统很义重啊 我们来看看这个关系图 包括了这个国舰 国造我们这个国造潜舰的这个相关人 陶潜光是蔡总统的远房表弟 另外我们看到李喜明将军 过去蔡总统也非常义重他 郭喜他是谁的爱将 黄鼠光 黄鼠光也是蔡总统一般认为 也是非常义重的一个人 黄鼠光的哥哥黄成光 其实某种程度是介绍郭喜 给黄鼠光人士的关键人物 他的妹妹就是黄珊珊 我们现在看到的 过去的台北市副市长 以及现在民众党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位政治人物 观众朋友谁在卖国 谁把机密泄露给阿贡 我们要查清楚哦 不是一个人两个人随便说说就算了 而另外我们看到所谓这个 我们的卖国贼也罢叛国者也好 这些人蔡总统都没有感觉吗 过去李喜明将军是蔡总统非常得力的一个助手 可是好像在2022年年中的时候 据说人去政袭 他提出来的不对称作战 是不是没有被采纳 还是中间发生什么问题呢 肝胆相照两个人变成肝胆剧烈吗 我们来看看现在弊案传了又传 高检署要查浅建案 国民党团说 其实马文军委员去年就具名检举了 而且把一些相关的录音档交给了检调 交给了调查局 都已经交出去了 可是进度在哪里 现在检举人变事主了吗 扯不清啊 蔡总统曾经在2019年的脸书上面 自己亲自宣布说 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台湾第一艘国造浅建 2024下水 2025要正式成军 2024年啊 还没有到 可是算是半下水了啦 一半啦 因为已经做了直评啊 的一个这个典礼了嘛 也牵扯出这么一连串的 所谓的弊案跟疑云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所谓的进度表 我们的浅建国造进度表 2016年的时候通过预算 第一阶段是30亿 2017年您看到包括国防部 中科院台船签署了被忘录 预近10年之内要成军 2018年国防部又编列了493.6亿 前要做第二阶段的原型舰筹 2019年我们看到台船举行营造厂 营造厂房 就是这个厂房盖起来 这个动土典礼 2021年底的时候 海军第一艘的国造潜舰 在台湾国际造船厂 那个时候我还记得有龙骨 安放龙骨的典礼 然后您看到的就是原型舰 所谓的下水典礼 其实没有下水 只是一个命名跟直评的一个典礼 我们看到2025年年底 要交海军执行各项测试 能不能够成功 蔡总统那个时候已经卸任了 观众朋友我们再继续看看 造潜舰这件事情 我们当然希望我们可以成功 我们当然希望我们台湾 有自己的国造潜舰 可是这件事情不容易 我们来看看各国的一个经验 德国 德国他们造这个潜舰 他们造武器很厉害 可是超过半数的武器出现瑕疵 没有办法使用 2017年年底 德国海军有六艘潜舰全部停用 因为有缺陷或者是故障 西班牙这个国家 航海国家呀 百年航海国家 它造潜舰的这个 这个历史也有百年 可是还有瑕疵 我们来看这个新闻是发生在2013年 因为有一艘潜舰设计不良 可能沉入海底 而且造价847亿哦 还出现瑕疵 韩国我们的邻国南韩 国造潜舰也有30年了 可是还是曾经爆出有重大瑕疵 也造成了相当大的打击 我们要讲的是这个任务不容易 媒体要监督 立法委员也要监督 不要随随便便丢出几个这个泥巴 就说别人是卖国贼 如果有人卖国 我们也要知道 我们也要查清楚 来请教任俊 我觉得这个赖清德讲说 现在潜舰只造一半哦 这件事情我觉得他可能 要稍微厘清一下 什么叫做只造一半 因为我们原先最早是说 2025年的时候 要有三艘嘛 后来修正为叫做一新二舅 就是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海坤 再加上原来这个海龙海虎 是这个一新二舅 这样叫三艘 那所谓的潜舰只造一半 下一半的经费 要看下一届的立委 那是怎样 是这一艘是一半的吗 还是他其实这一个是 因为我们延续 预计是叫做八到十艘 那是说其他的已经做 但也没有 其他都还没做 所以什么叫做潜舰只造一半 我老是讲他很好奇 那当然我觉得 就是说对一个自主研 像我以前最早的时候 我是在联情总部担任新闻官 那联情其实就负责很多这种说军事武器的这个设计 制造生产 我必须讲就是说 对一个我们从来没有做过的东西 不要寄望他第一艘 就能发挥到什么宇宙无敌战舰 那种战力不可能 完全不可能 因为这个很多东西都是我们在做当中 去求取经验 所以他一定会有一个容错值在那边 也就包含到比如说我接下来 进行叫他海车的时候到底是怎样 所以这个所谓的做一半 如果认为他真正要讲的是后面的政治语言 就是立委要过半 那问题是立委过半又怎样 民进党现在就实质过半 如果民进党实质过半 那你也就只能浅见造一半 我再给你过半 你还要再做下一半吗 听不懂 听不懂我的逻辑 立法院不是这样 不是因为你过一半 我就做一半 不是这样 你拥有完全的执政嘛 所以这下民进党被人家很质疑 就是说完全执政 你有沒有完全负责 我觉得这时候是拿来讲说 因为只做一半 所以我接下来还要再给我过半 我就再做下一半 听不懂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我觉得站在我自己个人的立场 因为我自己去军退 我非常支持这些东西应该要国造 也就是我们以前这个避免 就是说以前我今天要去跟国外买的是 有太多的这个限制 我可能就买到旧的厨艺的 甚至有很多东西的人 不一定输出给我 所以我觉得大方向整体 都在于是我们支持 可是当我们在支持的这个过程当中 他有没有需要被监督的 当然是有 所以这一次 为什么整个的浅见的部分 会引发这么大的这个关注 我先讲马文君 今天早上他透过办公室讲说 这些事情既然也要进入到司法 所以他就不再做回应了 因为他们已经互相暗邻控告了 就是这个马文君跟这个郭喜 可是大家也会很好奇 就是说我们现在整体 到了目前为止 本来这件事情 是一个非常骄傲的 海舱专案走了多少年 好不容易今天第一艘的 这个国造潜舰 终于在那边直评了 告诉大家讲说 我封舱整个都封起来 我让他看起来 是一个完整的这样的一个舰体 结果没有想到 因为黄曙光那两句话 他们现在澄清的解释 就是说我自己側面问的 就是去了解黄曙光的想法 当时他为什么会丢出那两句 第一句就讲说 那个过程当中有一个立委 一直在搞 弄一些什么迎头小力 另外也讲说 不要什么相信军火商 军火商有很多 有人会把什么拿出去 但黄曙光的原文 其实并没有讲说拿给中共 或拿给谁 他其实没有 他就交出去 我在了解 就是说他原先在表达 这个意思的时候 他的原意应该是讲说 因为这个潜舰国造造成了 这么大的 搞了这么多的事情 终于到今天 我们有第一艘的 这个原型舰出现了 而且他也讲说 他明天要跟着出海去海撤 那结果他为了要表达这个过程 他讲了这两件事情之后 结果引发轩然大波 请问现在海军还觉得说 今天这个船 这个搞一个直评 然后跟一个命名 还有很多人觉得骄傲吗 乌烟壮气 这个已经搞到 就是说他整个原意 都已经歪掉了 但可能对黄曙光来讲 后来有些讯息 讲说他也去跟郭熙讲说 这件事情可不可以到此为止 后面还有一些 但我认为既然 这个潘朵拉的盒子 就是你们自己掀开了 那你就应该要讲清楚 为什么 如果真有就是要办 没错 如果没有 这整件事情 应该让他讲清楚 因为这纷争是从这两句话起来的 所以我认为 我们在整个国舰的这个部分 当然我们未来 还有非常长远的路要走 但是我只能这样讲 原先是一件非常 大家觉得骄傲的事情 没有想到弄到最后 居然演变成泄密 甚至立委跟人家大互告 我不知道那个光荣感 到底到哪里去 最少他现在成为 社会讨论的焦点 但是很多是来自于负面 是 刚刚任君有特别提到 说马文君 现在已经不对外回应了 因为整件事情已经进入了司法程序 可是我们看到的是 包括郭喜 包括立法委员 这个王定允都还在上节目 今天中午他上了节目 上了一个网络的节目 又继续 继续爆料 继续指控 继续指责 到底是谁 卖国 像这样点影床床的 不断的在媒体上面散布 对我们所有人 不只是没有光荣感了 我必须讲 其实蛮生气的 来 请教辉文兄 我跟大家报告 这个赖清德的意思 今天是10月4号 距离这个大选 1月13号的投票 倒数升101天 我们讲的完全执政是什么意思 完全执政就是说 总统跟国会的多数党 是同一个党 那个叫完全执政 什么叫做嘲笑野大 也就是最近 柯文哲一在讲的 三党不过半 就会变成嘲笑野大 这个完全执政的例子 就是蔡总统跟马总统 都是完全执政 嘲笑野大的例子很简单 就是阿扁总统 阿扁总统那8年就是嘲笑野大 所以观众朋友101天之后 大家的选票会决定是 完全执政或是三党不过半 那我同意赖清德的讲法 如果说 当然不是帮赖清德拉票 大家不要误会 因为罵他的在第二段 跟第三段 就说这个 如果是嘲笑野大的话 那一定是很乱 那观众朋友 你要去思考 谁会希望三党不够半 就是最小的党 他一定希望三党不够半 因为我是小党 三党不够半 我才有上桌教牌的机会 如果有一个大党 他完全执政了 我不管分到几席 他过半了 他就不会理我了 所以柯文哲他的阳谋 就是要三党不过半 那对民进党跟国民党 这两个大党而言 当然你要争取完全执政 你们都这么大的党 你们干嘛三党不过半 所以最早喊三党不过半 一半半的游蜀会 我真的要考虑把他的live 给他封锁 这个非常地 我觉得非常地不好 那这个是许巧鑫 这个我还是不太懂 许巧鑫 你不是台北市议员吗 你怎么在做立委做的事情 那我请问国民党 其他立委在干嘛 我也不知道其他立委在干嘛 刚刚任君兄讲马文君 那个我是完全不同意 我不是不同意任君兄 我是不同意马文君 你怎么会让许巧鑫去对干郭喜呢 你怎么躲起来 许巧鑫要选立委 马文君你要选连任 人家是已经直接点名 就说你卖国了 还跟你赎贏 说你还害得人家韩国鸡飞狗跳 这个其实去年我们都讲过了 只是当时大家比较没什么兴趣 那是去年的旧文 人家韩国媒体也有报导 韩国是真的立案调查 那这个时候怎么是许巧鑫去占郭喜呢 这个前置我们不是昨天要讲这个 林北好友 因为林北好友他还在国外 那个国民党的那个前党工 已经被收押了嘛 对不对 我请问观众朋友 到底是那个党工应该收押 还是郭喜应该收押 如果我是检察官 我就收押郭喜 你还一定到很爆料 那爆的都是很机敏的东西 你怎么会一直让他讲呢 那这些检察官检察总长 为什么要让他一直讲呢 你有看到其他人在电视上大吹法 他一个人在讲啊 那他讲的东西是什么 通通都是很机敏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非常的这个不应该 那我的看法跟任俊兄 这个不太一样的是 这个前置 我当然是中华民国的国民 我是台湾人 但是我是反对这些什么 潜进国造跟国建国造 国际国造 为什么 因为我们做不出来 那当我们做不出来的时候 我们要承认 而不是说打走脸充胖子说 哇我都做好了 我这个怎样的 你自己骗自己嘛 我们真的做得出来吗 那个红区的专备 我们没有一个会的 最关键的技术 我们都不会 那我们怎么可以骗自己 说我们会国建国造 潜建国造呢 所以这个就是 蔡英文跟赖清德的话术啊 那在那种爱台湾 然后这种国防的 这种大帽子下 没有人敢讲反对啊 大家都得赞成 不然你就是中共同路人啊 可是观众朋友 我们连捷运的车厢都做不出来 我们连高铁的车厢都做不出来 你觉得我们会做潜建吗 不可能嘛 我们哪一台台铁的车厢 是我们自己做的 每一个不是跟韩国买 就跟日本买啊 台铁的做不出来 高铁做不出来 连捷运的都做不出来 你连车厢都做不出来 你说你要去做潜建 做战斗机 你别说了嘛 想也知道不可能 那我们不是说要唱衰台湾 而是我们要知道 我们自己的弱点在哪里 今天一直在扯我们自己 国防工业发展的是谁 就是美国啊 我们当年IDF 快弄好了 美国说我要卖你F16 你还不能不买 你不买我点你 大家就得买 所以前置我们直接 IDF的产量直接对半砍了 为什么 就是美国 你快做好了 那我就卖你啊 他就这样干啊 我们的所有的东西 中科院做出来 他说你快研发好了 我就卖你啊 你不能不买 爱国者飞丹是这样子 对不对 鱼叉飞丹也是这样 他就这样搞你啊 那你说我们的国防工业 怎么发展呢 扯后腿的是谁 就是美国啊 那怎么办呢 别人不卖给我们 我们自己也做不出来 这个是台湾现在的处境吗 来小毛 这三十年来啊 我们从核四场到今天我们在讨论的这个浅见 都落入了一个很恐怖的状况 就是说你只要患执政者 然后他跟美国的关系如何都会牵动我们整个国家 不管是在自给自足或是建军备战 整个国家的战略它是凌乱 而且没有一致性的 就是说常常我们在看到政治牵引一切的状况之下 看到今天的这个浅见国造 然后造到怎么国喜又出现了 上一次我们印象里头看到国喜的时候 那还是拉法业弊案的时候 年轻的时候 那还是我们都还年轻 他看起来也没这么年纪大的时候 也就是说拉法业弊案的时候 这位军火商这位国际前客 就已经在挥洒很大的空间了 那这些国际军火前客 他们平常是靠什么吃穿的 以及说郭喜要不要出来讲一下 就是说当年陈水扁执政末期 最后通过的那个国防采购 一直影响到今日的达政案 大家还记得达政案这个名词吗 他奠定了我们所有开发 国防武器开发还有对外采购的一个机制 也就是说新潮流从那时候开始 掌握了整个军火交易的经过 甚至每一个环节 还有建军备战的参与度 我们大家觉得很难过很 你今天看到这艘浅舰 我们说真的 刚才辉文哥有讲到 我们不晓得它的密闭的整个空间压力 安全系数到哪里 我们也不晓得说它的重要 缺的那些重要的部件 什么时候装得上去 而它什么时候下水 他们要的就是在选举前做一个议题 来告诉你我们很厉害 就像什么 就像高端 疫苗也是一样 人家要研究七八十年一百年的东西 我们半年就可以弄出来 然后到现在 其实它还拿不到第三期认证 一直到现在也都还没拿到 可是我们的政府就可以告诉你 我们花这几百亿是对的 太空火箭蔡政府不也做了吗 潜舰现在也做了 但是这些东西真的有用处吗 或是说我们只是要花这么几百亿又几百亿 去满足很多人的私心上下其手 我都觉得这个看起来实在是建军备战 还有我们整个国家的战略 我还是觉得悲哀 而且都是亦来亦去的 我们先进一下广告 我们先天限制 港口我们就有很大的问题 你放在西岸 这个台湾海峡这么浅 你停在那边上面的人造卫星 随时都知道你在哪里 不过你讲的没有错啊 政治前一切啊 只要有这个政治上面的改朝换代 所有的事情又重新来过 本来是对的又变错的 错的也变对的 就一直在空转 我们以前计划过 大概四十年前就计划过 要在澎湖挖地下的浅建码头 海下啦不是地下 商量是哪里 最后也是老美不让我们挖 哦哦哦哦好 都是他 下读的也是他 解读的也是他 诶那个 林北好游以前是这样 帮张花冠做事吧 对不对 张花冠 所以我能讲 有吗 我现在看到这个是这样子 有吗 他把蔡玉宇痛骂一顿 对啊他就说蔡玉宇 最早是 他说蔡玉宇是被鼓啊 因为他说张花冠对蔡玉宇非常好 把他当儿子看待 可是后来他如何如何对待他 那一段话就是在讲张花冠 他是从云家那边起来的 但是后来搬去桃园 所以他在桃园入党 他住桃园嘛 所以他在桃园入党 加益县政府辅导成立的创新行销公司 短暂服务过 那就是张花冠的时候的嘛 对不对 应该是 所以他那 那他跟张荣卫他们到底什么关系 没有他后来就是帮张立山他们 所以地方有些人是讲说 他为什么对农业那些了解 他自己就在里面玩 去里面吗 他就在里面玩 对 云家南的菜虫都是一体的 不过他这一波的做法 我真的完全看不懂 那天晚上这个是大惊吓 谢谢 他现在还是民进党员嘛 退出了是不是 他宣布退出 他说他要退出 他说他要退出 没问题 你说他那个什么自导自演 这太拙劣了 对啊 你不想写就不要写 干嘛用这一招 所以你不觉得这很奇怪吗 你说如果是大学生 思虑不周的人也许 我觉得他有些 不像啊 他自己也讲到all over 我觉得不像啊 上太多节目了 可是他不像是他会做出来的事 如果你觉得就是 你有跟他接触过吧 有同台过 但我都不用他的东西 他不像是会做这样的事情 当然 可是他有些数据是真的啊 不是 我认为他数据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问题 对啊 对啊 我觉得数据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因为那个一翻两顿 因为他如果有错 农业部一定会反驳他 农业部没有反驳他嘛 所以我觉得数据还好 对啊 其实他也是从公开资讯里面 截取出来 还有一个就是他业界啦 因为他自己是业界的人 他当然知道那些 不会不会 对啊 但他可以选择不要报 他也可以选择不要讲 不会有人逼他啊 但我在原来就是 他一直找到上线 一直找上线 就要再讲信任 可是对我们来讲 本来就是啊 因为这个东西本来就是 比较专业 我们不太可能 进去理解这么深 那如果有一个业界的人 愿意把一些数据指出来 而且他指出来的数据是真的 也是对的 就是如果他是假的 农业部就办他了 那OK啊 但是农业部没回 他就表示他数据 我觉得不是太大的问题啊 是啊 我觉得数据 你说 因为有些现在是打他说 有些数字讲错 讲错这件事情 有错的 你一定都更正嘛 那个也没什么问题啊 对啊 譬如你说他这篇最新的贴文 是在自导自演之后 他贴出来的差价的问题 看起来农业部也没有反驳 对啊 农业部可以反驳 对啊 如果有不对的话 如果说 我没有 一箱没有差20美元 如果是这样的话 农业部会讲嘛 可是并没有 并没有啊 所以农业部现在就是拿他 这个自导自演的 拿来cover他的数据 就是说 连那个都假的 这个是真的吗 还会这样 一分钟 所以 所以这样他到底是帮了谁 看起来是帮了执政党啊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如果你用结果来看的话 他是帮了执政党啊 不是吗 反正很鬼音啊 反正很鬼音啊 感觉毛 感觉毛家庆的眼神 好 赖清德昨天在高雄 他跑去了中山大学跟学生座谈 有一位女同学举手发问 他说啊 现在党内好多贪污啊 你们民进党很多贪污怎么解决 赖清德反问这位女学生说 诶 具体的事正在哪里 你有了解吗 你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具体事件呢 啊我们的小编随随便便Google一下吧 过去这几年 不要说几年啦 这这一阵子的新闻随随便便整理一下 就看到有好多具体事件 而且有具体求行的呦 包括邱莉莉 这个台南议长 涉嫌这个贪污惠选 陈凯玲又是台南 台南的进发局局长涉嫌光电黑金 现在人都还被羁押中呢 陈宗燕啊 大家知道他是行政院的前发言人 小云有空吗 这句名言就是从他嘴里讲出来的 涉嫌贪污和性招待 接受性招待 以及郭再清涉嫌卢查案光电案 陈欧破立法委员卷进IMB的诈骗案 这些都蛮具体的呀 这个大学生问了赖清德 赖清德居然反问他 所以这个是轻轻巧巧的把他一语带过吗 另外我们看到 林北好游最近自导自演的争议 恐吓案的争议 现在又被绿营捡到枪了 很明显的抗中保台 这四个字满天飞了 包括吴英宁 他要选彰化的立法委员 他就说我啊我就是受害人 林北好游就是当年攻击我的那一批人之一 所以呢中国的影子无所不在 而林静怡也讲了 他说我们现在必须要面对资讯战 这是国家的危机 谢金河财经专家 他说有心人士的认知作战 下一个目标爱租倚哦 就是我们的经济部部长王美花 因为他们已经搞掉了一个成绩中 下一个就是王美花 所以你也可以看到这一篇 这几天铺天盖地的都是讲对岸认知作战 藉由林北好游这件事情 或是这样子的一个途径 而另外我们看到林玉宏 也就是林北好游啦 他的这个本名叫林玉宏 他已经射死了社会性死亡了 必须讲他做出这样的事情 他自己要自作自受他承担 恐吓案怎么可以这样自导自言呢 可是呢他持续在发文哦 那我们可以看到的包括蔡逸余 嘉义的立法委员 他就说我跟你们说了 林北好游这个人不是好东西啊 他2018年先替张家 也就是张荣卫家服务 2020年故意进入我们民进党 是要卧底吗 他讲了一些话 林北好游按捺不住 林玉宏 林玉宏就说 其实啊 你才是满肚子坏水的被骨仔 他讲的是蔡逸余 他说蔡逸余啊 你不要把我当成车衣 你不要把自己当成车衣 你是堂堂的立法委员 我本人从2015年 就开始评论农业政策 我自导自演诈骗案 自导自演恐恐吓案 这个当然我承认错 可是我评论农业 有评有据有什么错 不要把脏水都泼到我的身上 看起来其实这里头内斗很久了 龙介先就讲说 这个基本上派系斗争 大家在看的就是派系斗争 有利益啦 而另外我们看到 林北好游又说了超私的案子 必须讲分开看 观众朋友分开看 他自导自演恐吓案这件事情 那当然社会性死亡 我们这个谴责他 可是他指出来的可能是事实 或是数据 我们要不要正视 或者是农业部相关的单位 要不要给民众交代呢 我们要问的是这件事情 超私的500万美元的差价是真的吗 林绿宏指控 他说超私的报价 他一箱鸡蛋是赚20美元以上 加上25箱的总量 所以超私有500万美金的价差 意思就讲超私赚了1.5亿台币 这件事情农业部能不能够给我们一个答案 如果讲实他错也可以 至少你给我们一个答案 这是全民的钱 我们全民都想要知道的 而另外续产会 终于把巴西蛋的流向资料 在炒了一个月之后给公布了 我们知道他流向哪几个县市 13个县市 包括基隆 双北 桃园 宜兰 台中 彰化 云林 嘉义 台南 高雄跟屏东 另外新北市查获了一批淡裔 没有中文标示 所以也开罚了 这13个县市现在爱注意 那是不是还有一些可能 即将过期或是已经过期的淡呢 大家要小心 台北市也启动了跨县市的联防查核 现在大家还是要注意食安的问题 来请问任君兄 我觉得食安本来就是从上到下 他本来只是只有这个所谓的直向的 还有重向的 包含每一个人其实都要去注意 所以现在变成叫做全民找蛋运动 就是说因为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 大家不信任政府嘛 因为县府说没有 但是不好意思 我就不好意思 就在那一家里面找到一个 你不是说没有了吗 结果说不好意思 因为标示错误 结果还要被罚 结果我今天回来看 就是这整件事情 其实凸显出来了有一块 林北好于他所做的这个仪式 他是自导自演这个案子 他必须要负起他该负的法律责任 没有任何人需要帮他脱罪 真的有个问题他要讲清楚 所以他现在不写什么脸书 或者说说什么人现在在哪里 或者怎样 我觉得这都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后的方式 因为你还是要出来面对 所以他做的这件的错事 是不是代表了他以前所揭露的那些 全部都叫做错的 现在民进党其实在做这个操作 也就是农业部他出来讲说 这个他涉及自导自演案子 跟农业部无关 跟这个真的无关 所以他们不愿意答 但有一批人就是会质疑讲说 你看你连这么大的事你都敢 敢这样搞 那你以前提供的资料 可信度有多少 用这种所谓的疑问句回来 去帮所谓的 包含到像这个什么 什么陈吉仲这些人 好像要洗刷他的冤屈 我在讲陈吉仲如果有冤屈 不是别人给你的 是民进党给你的 因为民进党可以力挺你到底 不要让你下台 但是民进党也觉得说你不OK了 所以要叫你下台之后 现在好像又觉得他委屈 那也没关系 回聘陈吉仲 让他再回去做农业部的部长 民进党愿意吗 也不愿意 因为很简单 这件事情就是没有处理好 所以刚刚主持人所提到的说 包含到你这个什么 从什么实质转型 从有壳的蛋 变到没壳的蛋 突然就可以从产地 从巴西 变成台湾 我老实讲 我们在座 没有人敢做这种联想 但是会做这种事 叫我们官员 官员就直接下了一个样张 跟他讲说 你们就这样干嘛 是谁让整个的这个蛋 出现到这么大的问题 不是林北好游的林玉宏 不是 他提供的这些数据 如果他有错 你官方直接就否认他了 如果他讲的那些东西是有意义的 你早就 你怎么可能会不告他 按照我们现在政府 一直要打假的这个方式 他有错 你们就会去纠正他 不会让他一直在那里 弄到最后 民进党借此一句来 告诉大家讲说 对 成吉栋没有处理好 所以叫他下台 所以这时候出来喊怨说 什么谁弄谁 我觉得一马归一马 一马归一马 他现在做的这件事情 与法不容 我就讲明白就是这样 你造成很大的社会恐慌 那他自己讲说 这些东西有真有假 有一些是他承认他自己找人家弄的 但有一些他讲说 我一收到这些照片那是真的 你说恐吓 对 那我们就回来看 我当然希望他讲清楚 是 该办的 还是要办 至少自然是一块 那有没有人其他这件事情 但是他跟现在我们谈的蛋 确实是两码之势 对 这个要自己面对 那讲到要面对这件事情 赖清德有面对记者吗 没有 可是昨天他去校园面对学生 我们来看看他跟学生的QA 你对民进党 诸多的贪污不必要事件 你有没有什么解释 我请教你哪一个具体的事件 让你有这样的想法 民进党上面原来 其实一直都有贪污的案例 相信大家在新闻上面都有看到 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个 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个 因为有谁印象很深刻的是哪一个 诶 这位 好 直接问女学生 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个 来 我们去教慧文修 当然这个 我也不去批评电子报的小编 因为基本上 会去电子报当小编的 就是小时候不念书才会这样子 小时候不念书 就是让记者当名嘴当小编 所以大家要努力的念书 真的啊 你看他写什么 职球对决精彩过招 那前主我们都会先看标题 想说你看这个是中山大学的 这个是东海大学的 东海大学也是职球对决 中山大学职球对决 所以赖清德只会投职球 不会投变化球 这个是中山大学 你看 他已经连续跑两个大学了 所以侯尔宇赶快去 侯尔宇不要去拜庙 侯尔宇你去拜庙都没有人 我都有偷看 你去大学好了 那他真的有职球对决吗 真的有精彩过招吗 所以前主你刚给我们看的 这个女同学她问的这个问题 她问说你有沒有什么解决的方法 去问赖清德 其实她 你们那个简太短了 她有回答 她有旁边同学帮不 赖百亿 同学讲赖百亿 你知道他讲谁吧 如果不知道 就是平常没有看新闻大白话 然后讲的疫苗跟光电 还讲的新竹棒球场 然后还有讲卢渣 这是这些同学的提问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说 赖清德他有回答 赖清德没有回答 你刚看到的是 因为他中间有跑去讲别的题目 赖清德其实他是没有回答的 所以我们就回到说 这个标题 来那摄影大哥再拜托一下 他有直球对决吗 没有啊 那你刚看 前子简的有很精彩吗 也不精彩啊 很无聊嘛 对不对 所以赖清德其实他跟和我一样 他是达非所问啊 他是避重就轻啊 不是这样子吗 各位同学我来帮你补充一下 你看这个 你要去问赖清德啊 为什么台南市直辖市升格13年 历届议长都吃官司 为什么 为什么台南市升格之后 四个议长四个都吃官司 为什么 你做台南市长 你们你们在中山大学在高雄 你应该问赖清德说 那个赖副总统 你当过台南市长 为什么台南的登革的这么严重 你也想问一下 那个同学我没有批评 同学已经很勇敢的问这问题 前子我跟你讲 他是这个问题 是昨天掌声最热烈的 大家都热烈鼓掌 赖清德有立刻 没有赖清德先去回答 那个什么 那是那个男女平权的问题 他就问别的问题 他先去回答别的 然后绕一圈再回来说 嘿你刚问那个 你有什么具体的吗 旁边同学有帮忙补充啊 那刚刚就我就讲说 同学这个 这个是赖品鱼啦 云豹小公主啦 公布答案啦 那包括什么疫苗啦 光电啦 这个是高宏安的 不是高宏安啦 林志堅的新竹棒球场 还有这个卢渣 卢渣在哪里 卢渣就是郭宰 当然也是台南 都是你的本命区啊 这是你新潮流的啊 那我请问你刚刚 举了这么多的个案 哪一个赖清德有回答 他一个都没回答 那我请问赖清德 你都不回答 现场的同学 你们满意吗 你们当然不满意 我在这边看 我也不满意啊 前置我还要去调那个 那个现场直播带子 这样看 你到底回答什么 什么都没回答 所以这些电子报的小编 我不应该骂吗 什么直球对决 哪有什么精彩过招 你看到贵哦 什么都没讲 那叫精彩过招 你是没看过精彩过招吗 莫名其妙 那什么都没回答啊 你抓一支麦克风 那我想请问大家 这样子对侯友宜公平吗 一点都不公平 你跟侯友宜的表现有什么不一样 一样烂啊 你什么都没回答啊 你有针对云豹小公主回答吗 没有啊 你有针对这些什么疫苗的 他什么都没回答 我当民进党当主席 我一定会处理 他就是那种 基本上就是那种乾坤大挪移啊 很像 看起来很诚恳 什么都没讲啊 是啊 所以这一点侯友宜要学一下 你要从政 演技一定要好 如果不会演的话 就不要选了 小编可能一个晚上要处理十条性 你来帮小编讲话 他逼我爸人就对了 所以他没有看直播 我猜他没有看直播 他没有看直播 不能乱下标题 你这样会误导我啊 对啦 我还以为他真的直球对决 结果一看没有啊 这一点媒体真的要检讨 好媒体真的要检讨 来 小某哥 这个大家要开始习惯 这个赖清德的方式 还有新闻的操作 我提醒大家 他现在是现任的副总统 也是执政党的党主席 然后挟着所有党政均特的资源 再选总统 大家可能不太晓得 赖清德在台南市长那八年里面 到底在台南干了哪些好事 但是你却看到他们不断的有这个 我们说阿谀奉承的那些新闻出来 你今天看到刚才惠文哥这么气 说这个小编怎么样 惠文哥有时候我们要体谅一下 搞不好人家什么业配不业配的 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而且标题什么都一样 你抄我我抄你 这种很容易啊 对不对 奇奇怪怪的新闻 现在 我也有结业配 可不可以跟我联络一下 导播帮我把LINE打上去 赖导 赖导这边可以结业配 处理一下 我们先抽三成 漂亮 都分一下 然后你要了解就是说 整个赖清德跟民进党 过去几年的执政 新闻 专题 什么县市长得什么几星奖 哪一件事情是下预算摆不平的 这个民进党处理这些事情 这很顺的事情嘛 小女生大学女生在下面这样子 赖清德还 那个状况他等于 权力如此不对等的状况去 当众在霸凌人家了 在反问他 对啊 当众在霸凌你讲出来 你讲讲看啊 讲啊 学生后来讲了 就像惠文哥说的 新闻也没有敢处理啊 你告诉我这种闪躲到这样子 只为了一方量身定做 去说他执求对决 去说他怎么很诚恳 很怎么样的 你告诉我这不是业配 那你这个记者可以不要干了 自由时报也许执求对决 对啊 大家都超自由时报 大家都也执求对决 所以说这种种的状况 我们看下来 你还能再相信民进党 跟他们在操作的这些状况 到底是如何的真实吗 大家要习惯哦 赖清德跟民进党 正在把全台湾台南化 你一定要了解 赶快去找你在台南 亲朋友问问看 他们在台南 到底干了什么事情 登革热你想要用台南经验 来试试看吗 赖清德就告诉你 台南的登革热经验 可以让大家都有帮助 林北好游这个事情 我觉得后续很可怕 因为大家不要忘了 他被什么名义积压 我们到现在还不知道 他了不起就是一个证人而已 却能够被积压 而我们到现在不知道 他是因为什么罪名被积压 然后你不要忘了 他的电脑跟手机也都被扣了 电脑跟手机里面他有群组 他有联络的对象 他到底接受过谁的指令 做过什么事情 那如果他是国民党的网军 除了捧猴他又黑过谁 这些东西民进党抓在手里面 后续会很好玩 是来我们先进一下广告 好 我觉得这个太吊诡了 因为他是台下法律系毕业 他做这一行不是一天两天 他还在国民党政策会上班 是 他不是一个路人甲 不是一个小白兔 所以这种种的不合理 然后我刚刚是时间不够 要不然我想讲 最不合理的是 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反应 你今天你政策会的党工被抓走 抓去关喔 他是前党工吗 现任党工 他是现任吗 他被抓的时候是现任 被抓的时候是现任 他在大选年被司法迫害 而你不声援 对 他们很低调耶 所以你在心虚什么 好奇怪 我一直觉得这件事情太奇怪了 国民党的党军头到底是谁 国民党现在最大的党军头是谁 朱立伦的表弟啊 你这样讲得好 我讲了我负责 我不出去喔 处理了处理了 我今天没有来 今天来的是白云 华文哥你是 这大家都知道 PTT都被踢爆过了 你那么勇敢 你还要遮脸 今天车马费还没领 PTT都踢爆过了 我今天介绍NCC的投诉你的 投诉我什么 我不记得了 他刚才有人拿给我看 投诉不及被窄 我每天都有人投诉 好不好 不能因为太胖去投诉我 不是不是 不是 我是因为吃了很多巴西蛋 才这样子 好不好说你说什么 好像白手套什么的 投诉你 是讲对还是讲错 白手套也要投诉 我忘记了 可能是讲对被投诉 现在讲对被投诉的几率比较大 好 那个小毛 我真的要问 我觉得这件事情 林北豪这件事情 真的太吊诡 我要来请教你 私下再请教 我觉得好奇怪喔 国民党的态度不对 那天晚上我整个超shock的 国民党的态度不对 你有看到薪资条那一张 你去想一件事 如果川普的党工 共和党党工被拜登抓去关 拜登还要选吗 很奇怪啊 很奇怪 很奇怪 超奇怪 那这段我不要讲好了 NCC都投诉了 NCC投诉 我 好 赖清德一直在顾自己的选举 除了总统大选之外 你看到区域立委 他要念资在资一定要过半 我们看到今天是谁 高嘉瑜开记者会 他公布了一个录音的败票档案 意思是 赖清德有听我喔 来听听看 喂你好我是赖清德 日本人过多关键的一切 就是支持高嘉瑜 分裂就是保送国民党 总统支持赖清德 立委为一支持高嘉瑜 好赖家瑜 这个高嘉瑜这一次 赖家瑜 赖清德 高清德 高清德赖家瑜 高嘉瑜不要这样子 高嘉瑜这一次有可能会落選 大家看到过去他是怎么样挺赖清德的 所以呢赖清德在最后关头 是不是就跳出来挺嘉瑜呢 挺高嘉瑜呢 我们可以看到包括 您看到赖清德的国庆晚会 这一次会在台南嘛 所以你也可以看到 国民党控诉说 整个台南市都在动员为赖清德造势 这真的还是假的啊 他们的指控是这样 国庆晚会10月8号在台南的空军基地举办 每一个区公所都被要求要动员三辆游览车呢 要出席晚会 那我们也去问了民进党团 民进党团说 哎呀那是因为很难得啊 第一次在台南举办国庆晚会啊 民众都想参加嘛 那我们就从善如流 把大家再过去 真的是这样吗 现在台湾面对什么 食不安全 还有流感肆虐 登革热肆虐 大家要注意哦流感会死人的 现在已经一周就有7个人不幸死亡 41例重症 在南部有一位6岁的小朋友病发肺炎 急性脑炎现在住院中 以及我们看到邮淑惠说的 很多人跑去打流感疫苗 可是不敢打高端 在台北市哦 有一名老伯伯90岁了 跑来跑去问来问去都找不到非高端的疫苗可以打 所以邮淑会帮忙帮忙发声 而台中开了第一枪 卢秀艳市长说 市民有知的权利 所以他公开厂牌 公开流感疫苗的厂牌 你可以自己选择哦 那跟进的有6个县市 包括台北、新北、桃源、基隆、新竹县、云林县 通通都是国民党执政的县市 而另外我们刚刚讲到登革热 也很严重 真的会死人的 我们看到已经又在天无死 12例重症 有一名20多岁的年轻女性发病 10天就死亡了 真的很不幸 那现在国军帮忙喷药 可是有用吗 我们看到台南累计确诊 1万2143例了 就算国民女婿坐镇 看起来好像也没有很大很大的功能 现在全国18例死亡 对比2015年 赖清德在当台南市市长的时候 那个时候有112人死亡 2万多个病例 大家就很担心 万一也跟那一年一样不可收拾 该怎么办 来 请问仁俊 我觉得民进党现在在这个立委选 选去的这个部分 确实以高家瑜这个现象来看 他就是面临死职分裂 如果今天民进党 大家真的以赖清德的说法 为一规的话 那请问为什么 现在一大堆人讲说 他们私底下要去支持无心带 高家瑜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要放那个录音带很简单 他是要回来打无心带 他真正那个记者会讲说 你看赖清德都已经支持我了 我不相信高家瑜会不知道 这个叫公版 意思就是这个名字给你换 出的都同一录 就发过去 每一个都录 对啊每个都录 我支持谁谁谁 名字不一样 后面都一样 所以我要讲 就是说当然现在对于赖清德来讲 我认为他有一个很尴尬的一个地方 即使他最高家瑜在怎么样的 党内有意见 他确实是经过民进党正式提名的人 所以你就要如何打自己的嘴巴说 我不支持他 所以他变成一个默许的方式 默许下面的人 你们可以没有那么的力挺啊 没有那么的支持啊 你说赖清德有默许底下的人 不要支持高家瑜 当然默许嘛 不然就一大堆的人在那边放缩 就要支持 你看四年前啊 淋雨呢 淋得担沟沟沟 来支持他呢 现在民进党很多人讲说 赖清德的有魄力 就是只要遇到问题 他就很快的明快的解决掉 所以你看那时候这个什么 性贫争议的 相关人等 该不能选的就不能选啊 干嘛干嘛 就处理掉嘛 你以为陈吉仲 三不五十 跑出来开开记者会 然后越讲越不清楚 你觉得谁会叫他下台 那当然是以选战 作为最大的考虑 所以我刚刚讲 如果你觉得陈吉仲这些受委 去赶快把他回去找部长啊 对不对 你让他继续做啊 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 赖清德就是做一个 他党主席能做的本分 他能够去约束那些清律的人 讲说不行 你们通常去帮高家瑜站台吗 没有嘛 所以高家瑜只好自力救济 你知道吗 收到什么赶快放 我相信他很快就会 开始去放他跟赖清德的合照啊 他就是要去 就告诉大家讲说 他是绿的唯一 所以我刚讲说 高家瑜的选战是怎么样 是他自己要去努力 但我正要表达的重点是 民进党现在进入到 十字分裂的状态嘛 为什么 心口跟身体不一致了啊 很多人就觉得 所以你看高家瑜 不断的在微调啊 那当然他必须要自己努力 这是第一个 流感的这件事情我觉得啦 就是为什么如秀燕讲说 市民有知的权利 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为什么第一个 我告诉你我有什么厂牌让你选 那意思是我东西要充足啊 对啊 我们之前在那个 那个COVID-19的时候 之所以没办法选 是因为他告诉你也可以选 但你正要去不好意思没货 然后就算你先跟人讲说 我今天这个来了 不好意思按照年纪牌 你们到后面去 就你还不能牌 所以那个是一个叫做假选择 假装你有 但现在如秀燕这样做 就告诉大家讲说 那我们把这个东西都打开 让你民众自己去做为选择 因为我们的讯息 其实非常非常多啊 所以我认为透明的这件事情 不管是从民进党 你要不要去支持谁 你家里来的事情 但你够不够透明 不够透明 包含这些流感的东西 为什么大家紧张 因为现在开学啊 好多人这样 我们小朋友今天早上吐下线 真的 真的我们也会担心啊 叫他去看医生 然后就医生 我们也担心是流感 后来发现说 目前看起来就不是 因为他跟大家的生活都有关 所以这种透明 为什么大家会跟其他县市 赶快跟进 因为他知道民众想要这个啊 没错 没错 来 请教辉文兄 前子是这样 就是说 官方们我们看 这个之前是陈时中啊 陈时中是 这个赖清德 这个台北市竞选总部的主委 是 操盘的是他 陈时中之前去帮高嘉宇站台 那你说陈时中支持谁 陈时中当然是支持吴星代 他表面上要去站台 可是他支持的是吴星代 这个非常的清楚啊 那我们友台 绿营的名嘴都讲了 宁可掉这一席 掉这一席没关系 但是不能再让高嘉宇当立委 那高嘉宇是前子的朋友 前子也很清楚 你如果让高嘉宇当选 他只要一当选之后 他马上又变回以前那个样子 他现在就是装的 他现在在演戏 那我讲一下 为什么这个吴星代不能退 因为前子绿有两种 小绿有两种 一种是投降的 像范云跟苗博雅 他们是投降 那种事我是看不起啊 另外一种是自立自强 像激进党 台湾激进党 他就是自立自强 他一定要去拼 他自己的政党补助款 这个对小党是续命的关键 他一定要去 他没有当选也没关系 但是他把他的部分区的那个票 他要揉起来 就是区域立委 因为这个激进党 已经没有明星了 陈伯伟已经倒了 现在吴星代是 唯一 激进党就扣他在拼 所以说他不能退 他一定要选到底 所以我也帮吴星代加油 你自己选一张 肯定去看白人 所以他怎么可能 所以虽然我对跟激进党的政治立场 这个完全相反 可是我觉得他的那个政党 他要自己努力生存的那个 值得大家去尊敬的 我呼应一下 刚刚毛哥讲的这个 这个是在中山大学的 你看他上面写什么 有点反光鞋 他上面写 副总统赖清德 他是以副总统的身份 去参加中山大学的学生座谈 那我们也知道赖清德他是副总统 他也是党主席 他也是候选人 这太好用了 侯佑你现在在请假侯佑 你现在是什么 你只是候选人 柯P是党主席 柯P也是候选人 侯佑是最弱是 侯佑什么都不是 他现在已经不是清北市长 他在请假当中 那我请问大家 当赖清德以副总统的身份 跑去校园的时候 我想请问赖清德这样讲白 你占尽了所有的行政资源 所以前主我的结论是这样子 赖清德 他在拎白好友的事情 他讲说 不可以因为为了打赢选举 不择手段的攻击政府 你当初是怎么骂新北幼儿园的案子 你有道歉吗 新北市政府不是政府吗 你当初不是把人家骂得狗血淋头 说人家喂毒 说里面有弊案 结果后来没事了 你先嘟到你背后 不可以攻击政府 那你当初是怎么攻击何友宜的 赖清德你不是很好笑吗 是 来 毛哥 确实我们看得到整个民进党 其实漏洞百出 而且过去这七年多的施德败政 他是千疮百孔 照理说应该很好打 可是今天我们看到的 所有在野党 跟要挑战总统大卫的 这些有利人士 有的也有声望 有的也有钱 有实力的 你们怎么都不认真的去 苦民所苦 解民所苦 好像除了挂在嘴巴上 我们看不到 消防员弄成这样子 我们怎么都没有人上街 一直到现在 我跟慧文哥一直都有 同样的困惑 该上街的时候不上街 现在是选举年 你其他时间要动员不出来人 那大家都是算自己问的 算自己知道的就对了 其他老百姓要的公平正义 其实根本不是这些 所有政治人物真正第一考量的事情 他们要的是我这一席很稳 我后面代表的利益团体 大家都有得吃 这个你吃很久了 下来你好日子过完了 换我过了吧 哪有这种赶走流氓自己睡的事情 我们为什么要允许这些政治人物这样子玩 我还是看到说 刚才我们提到的台南要办国庆晚会 然后各区去做动员 这就是实实在在的行政部中立 他就是在为了他的选举去造势 过去也从来没有过 你说台南人喜欢参加国庆 所以你一个区动员三车 那你应该一个区动员三百车 怎么会只有三车呢 对不对 那往年你有动员过来台北参加国庆过吗 有这样子处理过吗 就是为了要赖清德的主场要撑着嘛 这样实在是这么假的话 讲成这样子 然后大家都觉得理所当然就给他过了 我也觉得实在是荒唐 我还是绕回来讲一下 刚才我时间不够讲的 临北好游的这个事情 我觉得态度最诡异的是中国国民党 因为他们的现任党工被抓去关 而且到现在没有人知道抓去 把他积压境界的名义到底是什么 罪名是什么 真的到现在还没有公布 也就是说当他的手机 他的电脑被压在地检署里面 国民党为什么会没有动作 你试想一件事情 如果今天是拜登去抓了 川普共和党的一个党工 抓进去关 而没有理由扣他电脑扣他手机 拜登就不用选了你知道吗 那今天发生在台湾 民进党用一个 了不起只是证人的 这个国民党的党工 却直接不晓得什么名义 把他积压境界 国民党不吭声 到现在没有帮他请律师 没有要选立委的一人 出个一千人去维地检署 你人给他绑出来 不然我们要攻陷巴士底监狱 都没有这种状况 你不觉得 而且他是现任党工 你不觉得很不合理吗 很不合理啊 所以我觉得这中间有鬼啊 国民党立刻解雇他 这很奇怪啊 我觉得这件事情超奇怪的 都是鬼 是不是只有选完之后 才有可能真相大白 不会 不会大白 很像 没有真相大白 现在连小白都没有大白 你说什么 你再想一遍 像哪一个是 小白 哪一件事 没有啊 他那个哪是啊 那个是正常聊天好不好 谢谢 正常聊天好不好 谢谢 拜拜 賴教授帮我做第一个 做第一个 丁哥帮我做第一个 你还不认识他吗 哈啰 哈啰 嗨 委员好久不见 长时间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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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久麻烦 賴教授思音 123 123 1567 蔡明明现在是国家安全会的 他叫安全局局长 安全局局长 安全局局长 他是国安局局长 他是国安局局长 对国安局局长 他是国安局局长 第二位 他升官楼 大家好 大家好 谢谢 Odio麻烦第三位 兵哥四姻 好 麦克特斯 麦克特斯 123 123 123 谢谢 好 这样可以吗 OK 波喜控马文君 泄密大翻车 16爆料英党 抓背后大鱼 今天事情好诡异喔 后面有个三案 对不对 就是王时期问 郭喜 对不对 为什么 我以为你跟兵哥那个麦克特斯 可以帮我别高 再别高 你真正好 好 Odio这样OK吗 好 谢谢 这个戏真好看 所以到底是怎样 水好深喔 这玩意儿不是开玩笑 这搞大会出人命 真的 让他出没关系 马文君说他不再回应 你觉得这个策略是对的吗 不对 我也觉得不对 因为民众不会认为 他应该要抓着蒙党 对 他说什么进入司法的阶段 就不回应了 可是你不讲 人家会越觉得怪 还是说他旁边没有人 可以把话说清楚的 国民党应该要出来帮他 好 我们现在有国民党吗 惠尔在哪里 应该国民党党功都被抓走了 国民党在哪里 没听过 有这个党吗 国民党 国民党在哪 对啊 远跳 远跳 显微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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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7 6 5 4 3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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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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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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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好 观众朋友我们赶紧来看看 郭喜啊 他这两天不断的上节目 不断的上媒体大爆料 指控的人是国民党籍的立法委员马文军 说你有这个泄密 说你是卖国贼 这么这么重的指控 到底是内情如何呢 我们先来看看赖清德 赖清德有讲到这个所谓的 浅见国造这件事情 他到南部他到高雄去跟学生座谈 有学生举手发问问他说 哎呦 如果你当选会不会继续推动浅见国造呢 最近新闻吵得沸沸扬扬 赖清德突然大吐苦水 他说我们把时间倒回到2000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陈水扁执政 他向美军向美国来做军事采购 却被当时的国会过半的泛滥阵营给封杀 如果当时啊 这件事情过了 财购案过了哦 今天也不需要这么辛苦了 他大吐苦水说当时嘲笑也大 抱怨 如今嘲大也小 那你民进党还可以控制马文君党潜见的预算吗 这个逻辑上有一点点说不通啦 观众朋友 我们现在不知道真相如何 可是必须讲已经铺天盖地的 包括你看到检调 包括你看到国安系统都亦有所指哦 马文君被指泄密 那蔡明燕我们的国安局局长说 这件事情已经进入司法阶段了 现阶段以国家情报机关来讲 不适合做太多评论 尊重司法的办这个争办过程跟结果 而总统府的发言人也被问到这一题 他说现在检调已经开始调查了 府方不方便再做说明 这样的讲法其实听在一般老百姓的耳里是什么 哎呦 刚刚无哦 哎呦 有点恐怖哦 那马文君委员这一照是说 我已经去提告了 我也不再对外回应了 这样子的攻防是对的吗 我们先来看看马文君哦 他怒哦 他很生气 马文君怒点名 三人回响说你赶快尽速侦办 什么事情 他说其实过去哦 他在监督国会 他在国会监督这个国防部的时候呢 其实他已经哦 有一些包括各种的这个 录音档他有丢出去了 可是并没有哦 并没有继续的侦办 现在他被指控卖国到极点哦 泄密党潜见 他很生气 他说有没有泄密交由司法来调查 他回应蔡新强说 这个浅见高检署已经犯案调查了 已经朝外患罪来侦办了 那就请误网误纵 尽速侦办 他也点名黄树光 说不管你影社的立委是不是我 又或者军火商 你不去告发 就是赌职 就是包庇罪 那他回应国习 他说指控我卖国到了极点 但却不去举证告发 我知道为什么 因为你心知肚明 会被反控诬告 他点名这三个人 他点名这三个人 那浅见国造泄密风暴 大鱼还没有浮出水面吗 我们现在只是在看戏吗 包括郭喜 我刚刚讲了 他昨天一天就上了十一个节目 不断的去讲 不断的去把一些 所谓的机密给泄露 他还说这几个人 是麦台集团 他点名谁呢 他点名退役的海军上校王志鹏 他点名退役的海军上校黄真辉 以及前参谋总长李喜明 还有马文君是麦台集团 可以这样随便点名的吗 李喜明他有回应 他接受媒体访问 他说真相不久就会大白 我不会出面说明 因为真相不久就会大白 李喜明有暗示吗 他有暗示在搞鬼的是谁吗 我们再来看看徐晓星 国民党籍的台北市议员 他昨天丢了一段录音档 今天又丢了第二段录音档 他认为他点名 这个包括郭喜的录音档 GL是诈骗集团这件事 点名黄曙光回答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有好多 包括军火商 包括前客 包括我们国家的最高机密 是谁 是谁把他泄露出去的呢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所谓 厂商内斗军火商神秘运作曝光 有16个爆料录音档 意外揭开布局 介入采购过程 我们看到徐晓星说 他只公布一小部分而已 后面还有更多更精彩更大的鱼 另外马文军跟郭喜互咬 检方锁定这个所谓 这个提到黄曙光的神秘录音档 那这一份录音档的内容到底是什么 据了解最高检察署 对潜见国造案的侦办分工之后 高检署除了传唤黄曙光 等这个包括相关的一些人 官员还有厂商的人证之外 其实目前最感兴趣也最关键的证物 就是马文军 我刚刚讲了 他在去年一月 其实他有拿到16段录音档 而且有交给谁 交给国防部 交给国安单位 还有交给检调 他有交出去啊 甚至他有开记者会哦 所以部分记者手上也有录音档 可是现在回到检方身上了 检方说他手上没有 很奇怪啊 2022年马文军丢出去的这些档案 现在有检方说没有 是消失了吗 是消失了吗 我们再来看看包括 所谓的郭喜 这一位先生他当然有一些争议啊 那他也不断的上节目讲话 我们来看看这个 所谓的关系图 蔡英文总统在2016年上任的时候 他任命海军司令黄树光 黄树光的哥哥叫黄成光 某种程度他是介绍郭喜给黄树光认识的 那外界也有这样的说法是 郭喜可以直通海军司令 办公室是这样子吗 直通海军司令 而黄树光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妹妹 叫做黄珊珊 就是前台北市的副市长 另外蔡英文总统过去非常倚重的 李喜明将军也被指控说你卖国 他是黄树光前一任的海军司令 而另外蔡总统的远房亲表弟 陶千光又是什么样的角色呢 这一连串的人必须讲 他们都曾经或者是现在 是蔡总统非常相信的人 可是中间有好几个人被点名是卖国贼 我们来看看最新的消息是 郭喜在今天中午参加了一场网路的访问 这个是网路的节目 他出言他讲话很辛辣 他说啊 邱国正我们的国防部部长 这个大番薯 我不知道小英为什么会选他 他没有敌情意识 这是国民党派来的国防部长吗 他批评邱国正是大番薯 来先请教兵哥 兵哥怎么看这一连串的互咬互相指控 他叫邱国正大番薯 我觉得他自己才是个大笨蛋 他自己昨天还在讲说 黄树光已经托人跟他讲说 浅见国照还要继续你不要再讲了 结果他继续爆料 继续在那边鬼扯 所以这个人到底在干嘛 他是希望把这件事情搞得越搞越大吗 他搞不清楚状况吗 所以我真的觉得 郭喜恐怕很快要出问题 我觉得李喜明讲的那个不是空穴来风 我觉得李喜明大概也知道 郭喜持续这样抱下去 郭喜自己大概会先出事 所以李喜明才会讲这个东西 因为郭喜这个乱咬已经咬到 我觉得他现在他以为他在咬马文君 其实他在咬的是蔡英文 他们考虑到这一点 因为你把李喜明都咬出来 你觉得他把他们四个人叫卖台集团 李喜明 马文君 王志鹏跟黄振辉 黄振辉常来上这个节目 那请问一下你觉得 李喜明会去跟马文君勾结吗 可是李喜明现在是不是跟蔡总统渐行渐远了 我跟你讲你在什么渐行渐远 请问一下他只称他是卖台集团 是从七八年以前就开始了 那个时候是蔡英文总统最倚重他的时候 那请问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这个火已经烧错方向了 所以当火烧错方向黄树光就不讲话 邱国振也出来打原场 结果这个郭喜还在那边持续 在那边继续讲 那你现在接下来是怎样 我觉得郭喜你自己要去讲 你是经历过引清风案 你是经历过猎雷劲案 到时候会不会又有人要消失 我就不知道 因为台湾每一次牵涉到海军的事情 听起来都蛮恐怖的 因为这都牵涉到几千亿庞大的利益 不要说几千亿 现在在江湖上几十万一条命就不见了 那这牵涉到几千亿的 你觉得这个接下来会出现什么事情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很遗憾的就是 你看喔 当初黄树光一有所指这样一讲之后 民进党一整队全部跳出来 每一个都帮忙打马文君 然后一口咬定就是他 讲得他好像十二不赦他卖国 然后第一个我们之前也讲过 这些人很奇怪 当年你们都亲眼所目睹亲耳所闻 结果你们所有全部人都跟安垂一样 一句话都不敢跟 突然之间一个郭喜爆料之后 你们全部跟得上 那请问一下你们当年到底在干嘛 你们一个一个都包屁吗 还是你们是共犯 然后你看同一时间 国民党这边 虽然我知道江启臣一些人有去在国会帮他咨询 可是绝大多数人是看马文君自己一个人怎么应付 这个就不太对了 然后马文君也很奇怪就是 今天这个事情是已经质疑在你对国家的忠诚度了 这个事情怎么可以丢给检调就算了呢 他说他去告我 所以交给检调来调查 不可以 为什么你忘了 你去年就把证据丢给检调到现在什么也没查 而且检方说没有 对啊 诶他们连证据都吃掉了 你现在还要相信他们会秉公处理哦 你逻辑秀斗了吧 所以很显然的检调已经完全不可信了吧 如果你希望这个案子还能够有水落石出了一天 那马文君委员你自己身为当事人 你应该要穷追猛打 还有国民党你们这些其他的委员 还有其他的整个党 党中央 你们也要帮着马文君去做这件事啊 不管是站在选举立场也好 或是站在维护社会公益也好 甚至是调查到底谁才是真正的北谍叛徒也好 国民党都应该做这件事不是吗 没错 不是只是议会质询一下就算了 所以我觉得真正问题的重点在这个地方 因为民进党现在看起来是说了想要圆 不然的话邱国正 怎么会突然之间讲这些话 邱国正还称赞马文君很认真 是啊 为什么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很简单他要息事宁人嘛 是 希望大家都算 那我不知道 是不是因为邱国正的态度 让马文君觉得说好吧好吧 既然你要算大家都算 不能这样 这种事情不可以算 这是匪谍 这是叛国耶 这种东西可以随便这样算了吗 所以我觉得今天要嘛 有三种可能嘛 要么抓出来国民党有一堆匪谍 把他全部抓去关 要么抓出来民进党内部一堆匪谍 要抓去关 那更可怕的就是蓝绿都一堆匪谍 那抱歉也全部去关 全部抓去关 不管怎么样都要去关啊 不管的话台湾的安全到底谁来维护呢 然后赖兴德你不要在那边混淆视听 当初你以为通过案子 美国就会卖你财电遣介 不可能 因为美军根本不想见财电遣介 所以你看赖兴德这个人到现在都要选总统了 还在说谎 还在造谣 还在认知作战 这种人真的是不要脸到极点 他说2000年那个时候如果不是国民党党的话 我们那个时候早就 这个案子就通过了 今天就不会这么辛苦了 来 政允委员 赖兴德我帮你回忆一下 因为那时候他也是立法委员 2000年的时候的确是有编浅介的预算 但那时候要跟美国买 美国说我没有 但是我有一些库存老旧的潜水浅介 可以两艘可以卖给你 但是价钱是市场上的两三倍 那国民党有 我刚才讲我印象中有 林立方委员说 哪有这么贵的行情啊 那如果这么贵的话 我们干脆自己造委都可以 所以当时的国民党是主张浅介国造 不主张去买一个老旧的潜水艇 又那么贵 这合不合理 合理啊 那我这样冻结你这个去 买那个旧的预算有什么不对 如果说冻结国防预算就有问题的话 那好 王定宇有问题 赵什么 赵天宁 赵天宁有问题 通通有问题 你民进党的国防委员 哪一个人没有冻结过国防预算 我敢讲我没有 因为我没有在国防委会 那至于所谓的 什么秘密会议 没有签秘密协定 我参加好几次 我从来没签过 你鬼扯啊 就是在门口摆了一个 一个那个什么签名簿啊 你进去签名而已啊 哪有什么 签什么秘密协定 哪一个进去不要签名 那你说哎呦 马文京出来打电话 要跟着胡扯 录音带掉出来 你赵天宁也没上厕所 你王定宁也没上厕所 少来过哪里套了啦 这个立法院的这个档案不会消失 你就掉文件出来 还有录音还有录影都有 所以我觉得 想选总统赖清德搞不清楚状况 你不是没当过立委当那么久了 这是胡扯八道 再来我觉得 国安局的局长蔡明燕 也不用撇清了啦 为什么 调查局是归女管的啊 谁不晓得 台湾都知道调查局 归国安局这个督导管理的 我们再讲一次 马文京他说他交给检方 是检方把他交给调查局 还是马文京自己交给调查局 录音带在调查局手上 为什么不办 谁叫他不办 是你国安局叫他不办 还是总统叫他不办 先弄清楚嘛 因为这个跟刑政院长没有关系嘛 刑政院长管不到这个东西嘛 再来 黄书冠也当过大官呢 嗯 那我就问一个问题啦 邱国正被称大翻属喔 实在是有点侮辱他啦 不过我要逼 跟这个邱国正喊话一下 你不要什么东西推给司法 这跟司法没有关系 这跟泄密有关系 泄漏的是军事情报的秘密 对 你这个跟卖台有关系 卖国有关系 而且指控的是李启明 李启明是何等人员 参谋总长欸 那国家说参谋总长 比如说我们说 刚刚卸论美军的参谋总长迷利 迷利 对 卖美国 他已经跳起来啊 开什么玩笑 而且邱国正不能当闲杂人等 因为国防部底下有个叫军事安全总队 军事安全总队 你问问他哪个军官不害怕 哪个军官不害怕 是可以随便抓军官的 而且经过美国的帮忙的时候 他们还成立个叫做激动第六组 几乎就学那个英国的MIV 第六组 激动第六组 专门在清查军火上的 所有的军构相关的 你今天这条所谓潜见国照 找那个郭喜 又找到韩国人 韩国人找到英国人 换句话说我们潜见国照的机密 至少有六个国家人都知道我们的机密 这是什么叫做国家机密 你也差不多了 是真的是看起来听起来 你也差不多了 怎么有办法找了六个国家的人 闲杂人等一大堆 这个算什么机密 是好笑嘛 有多少人知道 那不管如何 一定要把黄曙光 郭喜 马文军 李喜明 黄振辉 王志鹏 通通列入军事安全总队里面的情报泄密严重调查 这个不需要司法领域 也不需要检察官 不可以推入司法程序跟我无关 对不起 这是国华部长该做了算 全部调查 对 我先从赖清德讲起 是 赖清德你谈到的就是陈水扁时代 是 陈水扁的前一任是谁 李登辉 李登辉买了150架的F16战机 也买了60架的幻象 还有一堆的IDF 也买了六艘的拉法业件 还有买钱件 所以我觉得你赖清德你现在在这个时候你在选举的时候你在胡说八道 李登辉任期这么短的一段时间内 好了 算长好了 十年的一段时间内花掉台湾几千个亿 买了一堆武器 空军的买光了 海军的买光了 然后陆军的买的也差不多 你还要买什么 浅件也都买了 你今天还可以说陈水扁的案子被挡 我就觉得台湾那个时候还有钱 我们今天F16战机 用到现在已经老旧不堪 幻象用到时候老旧不堪 拉法业件还有十年的寿命 也就差不多快要退役了 如果那个时候做的话 我们这个潜件再过十年也要退役了 我个人是觉得有点军事知识 有点军事常识 二三十年前的时候 中国大陆还没有兼二十 他们也没有055也没有052D都没有 现在都有了 航空母舰也有了 什么都有了 而我们台湾买买买自己不照 拼命买 然后弄到最后 今天台湾的飞行员找不到人 然后的飞机太多 然后我们的原来的航空的这些工程师被迫失业 跑到韩国去帮韩国造飞机 现在韩国在海外卖的飞机 当初就是我们的工程师帮他们造的 你们有没有想过你们这些搞绿营的这些人 从李登辉到村那边 你们把台湾害到什么程度 你们还要怎么害 你赖清德今天还要再怎么害台湾 你蔡英文你们要怎么害台湾 为什么 一扯到海军就扯到彼岸 一扯到海军各位马上联想起拉法业舰 时代的引清风的命案 现在又浅舰出来了 弊案又开始了 然后还出卖国家案 出卖利益案 里面的黑洞黑幕这么的多 现在好了 检察官说我们要立案调查 请问是立哪个案 你今天是要调查谁 没有讲得清清楚楚的时候 所有人都不讲话了 我觉得这什么情况 蔡明彦不讲话了 马温君你也不讲话了 你请问一下 你告诉我 司法程序是哪一件的司法程序 相关的涉案人才要尽义务 是不讲话 但是非相关的涉案人都可以讲话 都可以继续举证 甚至相关的涉案人 如果有新的证据 如果有证据已经提送 而当时的检察单位不处理 你现在应该再度的提送 再重新送 而且直接点名 说当初你交给检察机构的哪一位 收发你把文书拿给大家看 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要追究 要追究到底 为什么每一次扯到海军 就是弊案就是命案 这怎么回事 难怪蔡英文拼命要造浅舰 那就是因为 你是不是有太多的弊案 弊案的意思也就是说 有太多人把钱放在口袋里面去 我觉得蔡英文 你在这个时候不能当收脱乌龟 你要站出来讲清楚 为什么一扯到海军就是弊案 李登辉时代扯到海军弊案 现在又是绿营的 又是你蔡英文 绿营的李登辉海军弊案 绿营的蔡英文海军又是弊案 给我们站出来讲清楚 是 现在某种程度 我们看到军方是放任郭席 让郭席一直在外头乱讲话 其实我们比较希望能够看到真实的样貌 希望检掉可以给我们一个真相 或者至少给我们一个轮廓吧 这是我们很卑微的一个希望 而另外我们来看看美国 美国的政治斗争 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了吗 我们来看看史上第一遭 美国的国会议长被罢免了 麦卡锡他创下了多项的南刊记录 他是第一个美国立国以来 第一个被罢免的议长 其实我们来看看 也不过在不到一个月前 9月13号 那个时候麦卡锡还说他要对拜登总统展开正式的弹劾调查 那个时间点他还很风光 可是案情急转直下 9月底 那个时候不是为了要让联邦政府能够正常运作吗 于是 众议院突然改变原本否决 临时支出法案的立场 就让他通过了 88比9通过了一个 暂时避免联邦政府停摆的 这样子的一个临时法案 结果共和党极右翼不爽 他们觉得怎么可以让这个民主党他们好过呢 于是我们看到共和党的众议员叫盖茨 他就提案把麦卡锡给罢处掉 结果没有想到他真的被罢免了 有8名共和党议员跟民主党合作 拉下了麦卡锡 这是我们看到美国现在正在上演的一出大戏 而另外呢麦卡锡变成了美国建国以来 第一位被罢免的众议院议长 人们不免想到觉得拜登还是僵士老的辣 他在政坛上这么久了 这是他扮猪吃老虎吗 撂倒了麦卡锡吗 因为本来麦卡锡要弹劾他嘛 过去大家看到拜登有很多失常 失言跌倒这样子的一些动作 会觉得说 他被弹劾好像也刚刚好 他被这个罢免也刚刚好 没有想到 其实最后是麦卡锡自己被撂倒 而另外我们看到呢 罢免麦卡锡也引发了共和党里头的内讧 因为提案的这一个人 也被共和党的同党同志说 你走 你走 你干脆去民主党那里好了 那政治如此无情 不只在台湾在美国更是啊 林时议长现在上任了嘛 他上任之后第一件事是什么 把裴洛西赶出私人办公室 虽然裴洛西已经卸任了 可是他还有一个私人办公室 现在呢 林时议长说你走 不好意思 这个办公室我们要用 请你搬离 另外我们看到日韩的关系 已经成为美中的角力咯 最新最新的一个讯息是 美国参议院的跨党派代表 将在10月中 也就是接下来的一两个礼拜内 访问中国大陆 日本跟南韩 那领头的leader是 美国参议院的多数党 党魁 舒默 我们看到包括中国日本 南韩其实最近也有一些互动 这个是啊 我们看到的是三方 他们有一个啊 这个所谓的 副外长级的一个交流 他们要干嘛呢 他们希望未来数月之内 举行外长会 而且推动在三国 都方便的时间点 赶快进行领导人会议 也就是高峰会 我们看到日本新上任的外务大臣 尚川杨子 他就说 现在日本最大的挑战 是赶快跟中国展开沟通 为日中韩三国的对话做准备 所以你也可以看到未来 在年底之前 有可能这三个国家的领导人 会坐下来谈 展开三方的高峰会 而另外我们知道 中国大陆现在不是长假吗 十一长假有八天 很多人在国内旅游 可是有些人到国外去旅行 我们看到中国大陆跟日本 现在在媒体上面呢 有一些对峙 包括我们看到的富士电视台 日本的每日新闻 他们就先报道说 好多的班机 从北京飞东京的班机 班班客满 坐无虚席 所以日本现在要迎接 中国大陆的观光客咯 中国大陆的首选就是我们日本 可是这个报道 让中国大陆的环球时报不开心了 他说你们这个是假新闻啊 这是模糊大量商务往来 和留学人员 因为这飞机上可能有些商务人员 还有一些留学生嘛 所以他认为日本的这个报道 是制造中国人不在乎 和污染水排海的论调 两个国家的情节升温了吗 他们有一些余量情节 跟一些历史的爱恨情仇 包括此刻正在杭州的这个亚运 我们看到棒球史上第一次 中国1比0完封打赢了日本 因为过去我们大家印象中 日本的棒球很强 中国的棒球不强 没想到中国1比0完封日本 所以你也可以看到中国队写下历史 那当然中国棒协就有讲了说 为什么因为日本队并不是最强的阵容 他们没有派最强的阵容出来 而且中国棒球队各年龄组 历史上45次对垒 这个日本棒球队的首胜 这是第45次历史上45次对垒 第一次的首胜 那当然恭喜中国队 那日本队自己也认输 他说是因为对方的投手群太厉害 我们看到体育当然是软实力 是一个国家的强盛的表现 中国大陆在涉及体操 桌球举重跳水都很强 那习近平现在是在推足球 因为足球某种程度不够强 我们先来请教这个蔡振宇委员 怎么看包括美国的这个议长 怎么搞的被罢免了 麦卡锡太投机了 他会为自己带来这种不可测的风险 怎么说投机呢 他一方面为了要讨好支持川普的 共和党保守派 对这个拜登总统 发起的弹劾的一些动作跟攻势 可是在最后关头 他又跟拜登妥协 说我不把联邦政府关门 拨款法案我延45天 这个就激怒了这个共和党里面的保守派 他觉得你是吃里扒外 所以才会有八名共和党的这个众议员 先通过说要这个罢名议长案 最后又把它通过 那麦卡锡本来以为讨好了拜登 就没有想到被这个民主党的法的利用 那在中间里面他们大概认为民主党 大概可能配合这八个到十个左右的 共和党的这个保守派 就没想到他们就弄起来 硬要把你搞垮 所以叫做里外不适人 想要到处当好人 这种人在立场不坚定 就很容易出现这种状况 那你至于说盖茲 这是马特盖茲 他是弗洛里达州选出来的 美国的联邦众议员 他是川普的积极支持者 我个人认定是他就是在执行 川普的命令 你共和党人其他不听话的话 你就怪一点 那他已经在 已经被这个拜登找的检察官 弄得晕头赞向了 你还不在这个预算上面 跟他对雷 所以才会发动这一场罢免案 至于培洛西本来就是那种小政客 那小便宜他要占一点 所以国位就占领着 以目前来看的话 这个中韩日是有在降解冻的迹象 所以先要外长大家见见面 现在换上来这个外长对中国的态度也没有顶好 那不管如何 见见面就可能 这个韩国人希望说能够领导的也能够见面 但是降温总是比升温好 我们就解冻总是比这个热泪打来打去好 但是媒体之间炒来炒去 那我认为对政策上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所以中国政府也不会因为你日本媒体这样炒作 我就放松对你的水产的一个禁令 恭喜中国队打败的日本队 因为棒球就是从美国传到日本 日本再传到台湾跟中国等地的 那现在能够打败的就表示棒球 已经开始有了发展的起色 那接下来就是足球 不要每一次昨天还被川普求 说中国做晶片可以 做打足球不行 踢足球 对 踢足球不行 是 还被这个酸了一下 来 我觉得迈克锡他严重的情势判断错误 他的策略也发生了错误 所以他让他自己成为一个历史上流民的人 这不容易 因为他是美国政治史上第一位被罢免成功的 上一次1910年的时候那一位没有被罢免成功 他是唯一一位被罢免成功 这了不起 所以以后的美国的政治史 所有的政治系列学生 在读美国政治史的时候一定会读到迈克锡 第一位被罢免成功的众议院的议长 所以他的后代子孙都会知道 他有一位祖父 祖先是曾经被罢免第一位 留名了 但是这个名是不名誉的名 真的很丢脸 脸丢透了 情势判断错误 为什么 情势会判断错误 我觉得美国由于目前的众议院在野党是最大的 但是是维持脆弱的多数 脆弱的多数你只要有10席左右 不到10席有10席左右 就可以摆动所有的法案 那对麦卡锡来讲 他原本估计说 我今天妥协了 我帮了你拜登一个忙 那你民主党的至少 也应该要投理送报 你也应该要对我表达一点善意 因为他知道那些少数的6到8位左右的 川普的支持者 对于他很不满 而且他当初也料狠话 说你放马看看 你看能不能罢免我 当时很多的评论都认为说 可能罢免不成功 因为不容易 好 可是问题就在于 就成功了 是 为什么 因为民主党 几乎全部都投下支持票 团结一致 团结一致 然后再加上那些共和党 跑过来要反对他的 所以他只拿到210张选票 然后这个要罢免他的 有216张 他就被罢免了 可是我觉得民主党的短视 会给拜登带来麻烦 为什么 因为拜登 不要忘了他的临时支出法案 就45天 是 所以联邦政府只能苟眼 残传45天 一个多月而已 11月17号的时候 之前还要再投票一次 可是在这个之间 一定要选出众议院的议长 是 众议院的议长 共和党不可能让给民主党 所以一定是共和党的议长 一旦是共和党的议长 请问他还敢妥协吗 当他不敢妥协的时候 要不就是拜登投血 要不就是联邦政府瘫痪 联邦政府 发不出薪水 所以再过一个多月 这个马上就见证章了 所以我才会觉得说 民主党的这些政客 短视 不知道长力 以为说把麦卡锡扳倒了 好得意 但是你也没有能力 选出你自己党的议长 不是吗 看起来还会再混乱一段时间 还会再混乱一段时间 美国有够乱 来请照亮 这个兵哥 我觉得 麦卡锡好像忽略一件事 他当初能够当这个议长 本身就非常勉强 而且他是拿了条件做交换 那个条件就是 只要一个人反对他就提案 就可以提出罢免案 他忘了这件事吗 那你怎么敢去冒这个险呢 所以这个就是我想不通的地方 你明明知道形势对你极端不利 那你还去冒这个险 那当然他本来以为 他本来可能以为说民主党 有一些温和派的至少不会对他痛下毒手的话 他就过关了 可是那个差距是非常少的 他自己都算出来 他说共和党也不用多 只要五个人倒戈他就再见 这一次八个倒戈 结果八个 那还有什么好讲 就直接完蛋 那所以我觉得就是他自己本身 没有考虑清楚 那现在川普你看他 共和党的议长被干掉了 川普一句话都不讲 所以这是不是川普在背后弄的 川普就是老狐狸啊 对啊对啊就这么简单而已啊 对啊我觉得很明显啊 那麦卡锡你明明知道这件事 你还去弄这个东西 我觉得有点傻 那裴洛西我就觉得 八十几岁人怎么这么还贪恋 这种权位 你都已经卸任多久 你办公室还不让出来 会不会太过分 真的觉得很夸张 我告诉大家 其实民进党好几个委员也是这样 霸占办公室 没有过去啊他们 因为立法院也有一个惯例嘛 就是你卸任之后有一小段时间 你还是可以在那边留的 有很多人就喜欢占这种便宜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 占这种便宜到底干嘛 那至于说 这个中日韩到底会不会会面 我认为外长会 可是领导人这个阶层 我看恐怕很难 为什么 因为中日现在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核污水这个问题 核污水这个问题 如果日本不做出什么善意的回应的话 我认为习近平恐怕根本 我们不会想要跟岸田文雄见面 对 这是一个很大的关卡 是啊 也是一个梗 我们来看看叶伦 美国的财政部部长叶伦 他说 中国这个必须还是要小心 因为美国在关键供应链方面 过度依赖中国 包括绿色清洁能源啊 那他的悲观说法 是不是很忧愁主导权在中国手上呢 我们必须讲 包括现在呢 连彭博社他都点名 我们台湾有四个科技大厂 暗住华为在深圳建厂 他觉得这个晶片啊 违规啊 绕过美国的制裁 一定有人帮他 包括我们台湾的重越科技 雅强工程 汉唐集成 还有细科红尘 他觉得这几个科技厂 非常有嫌疑 我们再来看看陆行之怎么说 他说啊 他预言 未来 华为 有可能会打趴苹果跟三星 因为他找四个台湾厂 来盖晶片厂 来盖晶片厂 而且他可以比三星 或者是苹果 更能够整合 手机还有科技产品的制造商 这个是陆行之的一个预言 我们就看看未来 会不会成真 而另外呢 晶片制裁 现在的结局出来了吗 美国失败了吗 看起来恐怕是的 我们看到有专家就讲说 这个晶片制裁有漏洞 所以美国有可能 陪了夫人又折兵 失去盟友的信任嘛 因为你要大家一起围堵中国 结果你并没有成功制裁中国 所以这是美国最大的危机 而另外华为现在呢 跑去跟沙烏地阿拉伯有合作 我们看到在沙烏地阿拉伯这里 有大型的看板 他们的产品的介绍 现在他们也鼓励中国大陆的人民 到沙烏地阿拉伯去玩 去旅游 并且借着这个提升旅游的旅游 游客的旅游体验 来推动中国赴沙烏地阿拉伯的旅游 要把两个国家方方面面的结合更加的紧密 包括数位科技 这样子的应用 而另外我们看到印度 印度这个国家也是野心勃勃 也是美国急欲想要拉拢的对象 现在我们看到印度的媒体他就讲了 他说我们不需要从中国进口手机阿 我们自己可以办得到阿 因为我们印度制造 已经超越中国制造了 所以呢他们就讲说 中国每一年丢掉1.8亿支手机的订单 我们印度人 我们不需要从中国进口这些手机 那中国网友当然有一些评论说 哎呀你这个印度也太过自信了 可是大家恐怕不能低估印度 因为试调机构 Counterpoint的数据显示 印度媒体这个说法 其实是有根据的 因为过去10年 印度从中国进口的手机 已经减少了将近99% 甚至有部分 少部分的印度制造手机 已经销到中国大陆去了 因为CP值高嘛 他便宜嘛 所以印度的实力不容小觑 我们再来看看呢 这个有没有可能 美国就是在扶持印度要取代中国 我们来看看包括过去的历史 美国透过撤出日本的策略 产业空洞化 让日本经济一下子停滞30年 那现在他在打击中国经济 其实也是用同一招 而印度在这一场竞争中的角色 就是美国推动的撤离中国之后的目的国 像这样的策略 大家有看出来 可是会不会成功呢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来请教蔡委员 叶伦讲说美国供应链过度依赖中国 是依赖吗 还是市场机制自然形成的 中国的产品如果价钱很贵 品质不好 你美国会跟它买吗 这个就是市场机制 那你如果美国可以做的 价钱更便宜的 那品质更好的 你也不会跟中国买啊 所以我是觉得 作为个经济学家 怎么当官的以后 都讲一些五细沙 有的没有 好啊 你去找啊 看印度啊 越南 有没有同样供应的 中国应该接受竞争嘛 也乐意接受竞争 这本来不是没什么好讨论的 但是对于台湾有四家的科技厂商 协助所谓的华为盖晶片厂 那我们的经济部的态度 我非常的不满 王北花 你是不是拜登的经济部长 你是雷蒙多的部下 讲那话能听吗 意思就是说看起来是没有违法 但是我们要进一步看看 美国的什么制裁的 这样讲好吗 经济部长不是要保护我们的厂商吗 现在我们的外销很差 非常的差 这几家厂商能够帮我们赚点外汇 要点赚点小钱有什么不能 说难听一点 我们这几家厂商是什么 水电工 跑去帮人家装水电的 还有什么水管工 帮人家接管线的 还有什么装潢工 去帮他装到无城市的 还有什么 还有帮人倒垃圾处理汇水的 我们是接到这种生意而已 只不过因为他做的是科技厂 看起来比较高大上 但收穿的就是什么 都是这种服务厂商 就是周边服务 小民赚点这种钱 你也要在那边计较彭博硕 怎么讲 你做个经济部长 应该就直接在彭博硕打脸 叫他闭嘴 为什么这话都不敢 连保护自己厂商 你还能跟李国鼎比啊 你还能跟孙力寻比啊 你到底在比什么 什么经济部长越干越回去了 越差了 你不跟钟察儀那一流的 我要特别讲一下 钟察儀趴着趴着也中蛋了 对啊 钟察儀那一流的 也会唱歌跳舞不是吗 我们当小白兔很久了 然后陆行之的讲话我不太同意 就是说第一个 这几家厂商去帮深圳的晶片厂 服务的对象叫做彭新伟 彭新伟不是华为投资的 是深圳市政府用公款投资的 然后他做的也不是细晶半导体 跟中芯没有关系 中芯做的是细晶半导体的代工 这个彭新伟做的是化合物半导体 是注意不是做CPU 那什么709000S 也不是做GPU 是做旁边的通信晶片用的 因为那是化物半导体 或者陆行之你是内行人 怎么会讲这种外行话 所以他是搞错了 对啊 好像对中芯没有信心 都不是两个不同的东西 简单讲我们台湾有个化物半导体 世界第一大厂叫什么 叫做文茂 但是我们比较少人知道 我们知道台积电 实际上两家性质不同 材料不同 所以他叫第三代化合物半导体 道理是这样来的 但是不是麒麟 也不是什么马良 GPU 是做通信那一块的 另外一种晶片 所以不要弄错了 至于如果印度能够敢超中国的手机制造 那表示中国要加油啊 表示你价钱要不然你太贵 要不然就是你的品质不如印度的 中国要走的是个全球开放的一个体系 是我们欢迎各国的产品来 也欢迎各国的资金来 那只是印度你不要挡着中国产品去嘛 那就太小额科了嘛 那你什么好比的 那至于这个美国是想要用扶持印度取代中国 那你美国的加油啊 你会不会这么酸年酸鱼啊 用制裁的就是小人了嘛 不对 你要么光明正大竞争 举个例子 要上拳击场的时候 大家上场去打了冰青年总没有关系 你不要做小动作 把人家脚绑起来 把人家手绑起来 不可以 公平竞争嘛 是不是 来进一下广告 错误的啦 这篇报导 这个报导是错误的 这个报导是错的啊 对 因为印度本身 比较多的还是外国厂在印度生产制造 而不是印度人自己的品牌 印度人自己的品牌大概 他们可能讲是OPPO被禁 对 小米被禁了 对 就印度自己的品牌大概 例如说假设他生产一百万只的话 大陆的品牌大概可以到一千万只 那只是说因为大陆他们现在很多 不是大厂 他们就到印度去设厂 比较便宜啦 就比较便宜啦 但是大厂不去了嘛 像小米刚刚讲的小米OPPO啦 VIVO啦 或者是那些都被印度禁了 就跟台湾的那里巴克 买晶片到印度生产 就是他大厂不不去了 但是一些杂牌的手机就涌进去了 对 那因为你印度也没注意 然后他们就涌进去以后 就在印度生产制造 在印度卖 然后他们卖比印度的 自己的当地品牌更便宜 高端就是高端 印度还需要很多努力 我觉得而且主要的代工厂 还是三星跟富士康 他们自己还不行 而且他自己也没有晶片 而且他自己的晶片设计也还不到 所以网友都 他还差很多啦 就算都爱国主义者吧 民族主义 印度开心就好 我就觉得尽量让印度人开心 其实都是这样啦 大家都会喊一喊 台湾也是啊 就是开心就好 开心就好 大家开心一下 也一样 不过他那个 中国大陆打败日本的那个棒球 我有点吓到 这个运动本来就是 很难讲 球是圆的 对 球 运动本来就是常常会有例外 例如说你看那个韩国那个 被我们台湾 对 差一点点 中华台湾 那个得益的样子 然后我们的运动选手 你看这样子 不放弃 0.001秒 你看多漂亮 所以就是运动赛事好看的地方 你不到最后关头 根本不知道 我们那个第五名都变成第一名 不简单 对 那个姿势多漂亮 那张照片很有价值 很有价值 那几乎是半吨 是 是 然后脚这样子 对 真是 那个奋战精神 佩服佩服 很好看 这很喜欢 最近因为有这个 亚运的赛事 我看很多的观众 都集中在看亚运 对 杭州亚运 杭州亚运 这个实在是太 这个时候如果去杭州 应该饭店很贵 超贵 人满为患 这时候俊宁应该定不到位置 定不到位置 应该 应该没有 因为我们之前 北京奥运的时候 也是你知道 我们都住到五环外了 因为我们那时候 拉了一堆人去 转播的人 记者 你命好 我跟你讲 你可以去参加 你知道那时候的民宿 就是有很多北京人 他可能在那边有一套房子 对 那他知道会涌入大批的游客 他就开放 不是 他就租给你 他可能这一栋租给你一个月 短期租赁 随便乱讲 5万人民币 很贵 他账很可怕 可是你要不要 你一定要租 像我们 我们就一定要租 A&B 对 A&B&B 对 他可能本来一套房 譬如说有四个房间 那种很大的 客厅也很大 没有 没办法 因为你去住 你去住hotel更贵 而且订不到 然后你又可以住在很近的地方 譬如说很市中心 然后 我记得五万块人民币 五万块人民币 就能塞多少都塞多少 比如我有四个房间 就是女生男生 男生两个房间 女生两个房间 如果是五个人 集五十个人划算 没有 没有可能集五十个人 大概十个人左右 其实十个人也算划算 一个五千块那划算 因为那客厅很大 还有厨房 那五千块划算 不是 他是五万 不是 我说 一个人五千 五万人民币 一个人五千 十个人一个人五千 对 那五千一个月不够两万五 对 还划算 就租一个月而已 那饭店 一个月两万五起不来 对 所以就是没有租好几套 有饭店的 然后有像这样子的 MB&B 因为那时候整个全部都租不到 完全租不到 那有些电视台租到五环外 那个你就很惨 因为很远 对 没错 五环也太夸张了 太远 可是那时候真的没办法 你要早一点下手 我在猜现在杭州应该很可怕 应该是超级 听说 这一种通常都要 一年前就要定 很早就要定 那那么少 对 赖老师要讲哪一个部分呢 硬度还是 这个科技 彭博的这个 我会讲一下彭博 所以刚刚这个蔡大哥讲的 他不是真正的科技厂 不是 他们不是 我们请向赖老师 我觉得美国卯足全力打压华为 用整个国家的力量打压华为 那三年以后 华为这个浴火重生 狠狠地打了美国一巴掌 这巴掌打得很响 我觉得美国人恼羞成怒到这个地步 连彭博社都自我堕落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可悲 一个彭博社 看到自己的国家的政府 然后尤其你是一个商业性的报纸 你应该站在市场机制上 你看到一个国家用政治力 去打压一家公司 而这家公司那么的争气 然后还再度的在奋战 你应该要敬佩 说这个华为这家公司真是了不起 结果你不是 你去爆料说我们台湾的这四家公司 去帮华为做 而且这四家公司也不是什么高科技厂 对 都不是 我误以为他们是高科技厂 对 有做无尘的 有做污水处理 因为你也知道晶圆很毒 做基建制 装基建 所以它并不是核心的业务 不是说我们刚刚讲 你刚刚讲的CPU 不是那些核心的那些业务 然后但是问题就是 彭博社把它做专大的报导 然后说是他们帮助华为 所以才站起来 这个就简直 已经是胡说八道了 那胡说八道 而且要张冠礼贷 而且要抹黑 要陷害我们台湾的四家公司 我们的政府要保护我们的公司 结果我看到我们政府的官员 不是保护我们的公司 而是说我们有法律规定 你们要给我按照我的法律规定 美国有长辈管辖 你们要听说美国的长辈管辖 我看到我们的官员这样讲坦白说 我觉得痛心疾首 我觉得我们台湾的科技厂的所有的这些负责人 企业家 看到我们的政府的这个立场 他内心里面量了一半 他觉得我们的政府不保护我们 而且还要我们去遵守一个长辈管辖 一个流氓 这个流氓 就是说我们这个街道不准跟韩濱这家店做生意 谁跟韩濱做生意我就砍断他的手脚 然后结果我们的政府告诉我们的企业说 听这个黑道的意见 这个黑道说砍掉你的手脚 你的手脚就准备被砍掉 如果你跟韩濱做生意的话 我觉得有这种政府 坦白说我觉得真的简直是可恶 另外恭喜印度 印度棒棒棒 我们就只好赞美印度继续棒下去 那这个印度开心就好 但是手机没那么简单 手机你要超越中国大陆 不是那么的简单 那日本现在的手机已经几乎结束了 日本这个科技也是大国 所以你印度你要超过日本 谈不上 但是你把你自己的手机吹成这个样子 我们也鼓鼓掌 不过我觉得美国要掏空中国的制造业 所以说要按照日本的这个经验的话 我觉得你就放马看看 日本国内市场1亿人口 中国大陆14亿人口 想得太美了吧 好我们镜像广告 他是卫星国家 对 卫星国家 他是卫星国家 我知道讲的不对 可是他们自己国内的知识分子 难道回想起这一段 不会觉得 他们都低头 就跟德国一样 明明北溪二号被炸了都不敢讲 已经 因为他觉得他战败国 他有一种自卑吗 是自卑吗 可是你看像Nokia 以前年轻的时候用的手机 现在都没了 他没有走向智慧 那这个跟美国有关吗 没有 他是被HTC 他自己被自己搞 他是被HTC打垮的 那我们HTC被谁打垮 我们HTC被美国打垮的 对 那搞懂了 一个被一个打垮 我们的HTC当初也创造 在美国占4成5的市场 欧洲也有 欧洲很多人用 股票到一股1200块 英国人很爱HTC 那个时候 欧洲人爱死HTC 但是我必须讲 你如果是公平竞争的环境下 竞争不过别人 那个也没有办法 所以HTC到底是怎么办 不是 第一个他是美国通信委会 就裁定说 没有经过法院诉讼 就裁定HTC 侵犯他们的法规 就禁止在美国卖 很坏 那也是故意搞他的 刚讲对啊 就是啊 美国常常在故意搞人家 输人家在搞人家 而且连谁都搞啊 对啊 然后我们的政府 从来不保护我们的厂商 对啊 我们的政府是 now worn 美国那时候在 出卖自己 扶持那个blackberry 陷害自己的企业家 不予利益 当然HTC 后来也检讨 犯过一个错误 他们自己也有错 他本来 马上转向移到大陆市场上 就变成大陆第一品牌 对 所以他犯了一个错误 他去大陆 华为那时候想跟他合作 对 他想跟他合作 而且更重要的是 他犯了一个错误 就是说 把大陆的旗舰机啊 用这个在美国的 二舰机的规格去做 被逮到 哦 哦 降规哦 本来华为要跟他合作 就是高端的由HTC来做 中端低端 他们要合作 对 然后 相互插股 现在鸿蒙有谁用 除了华为之外 就做华为 这就是鸿蒙自己的系统 就是华为自己的系统 那有没有可能 譬如说我的意思是 譬如说Android Android 目前还没有 但是工业已经有了 就是他会供应给其他 他可能先开放给汽车用 汽车 汽车已经有了 那有可能给其他品牌吗 有 他会开放 他现在是要反过来 就先 因为他现在是整个体系的巴 就希望你消费者习惯 所有东西都要用鸿蒙之后 未来会被人反过来 消费者这一端 去要求厂商家给我鸿蒙 我了解 比如说我习惯用Android 我就会说 那你要给我用这个 Android 那你们用鸿蒙 你们觉得怎么样 好用吗 好请教兵哥怎么看印度 我是非常 就是支持美国人大量投资印度 最好去那边设厂 然后把所有的产业 全部都转移到印度去 我是非常乐见美国做这件事情 因为 印度这个国家 大概是全世界最难搞的国家 你去了就知道了 而且印度你看他 他是怎么对付中国大陆企业 中国大陆在那边投资很多 结果后来当他觉得 这个不行这个有利可图 然后他觉得这个产业 如果让中国大陆继续发展下去 对他不利益的时候 他就直接没收 他就直接没收了 把他没收掉 就是硬干 不讲法律 不讲法规 印度人的法律 人家讲法律 但他法规非常奇特 你知道 印度是全世界宪法最长的国家 你知道 他光宪法就395条 然后那是刚成立的时候 现在已经448条 你知道 这个国家很多奇奇怪怪的法律 然后就是 他为什么要这么多奇奇怪的法律 因为印度其实不是一个单一的国家 他内部有分了很多不同的地区 他要针对每一个不同的地区 立各种不同的法 那你想想看 那你在那边设工厂 你会不会被他搞死 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 所以美国如果真心想要扶持印度 去对抗中国大陆 我是非常乐见 美国最好把大量资源 全部转移到印度去 我也很想看看 美国能不能改造印度这个国家 因为很历代 3000多年来历代王朝 用尽各种方式就是改变不了印度人 那我希望美国人是能够成功的 如果 也有一个澄清专线打上去 如果有印度朋友在收看 对 印度朋友看 印度朋友如果认为我讲的不对 可以打电话进来 我觉得是OK的 因为大家观点不同 所以我是非常鼓励美国这样做 因为印度的问题说真的 连印度人自己都搞不定 更不要说是外国人 那至于说 华为这个东西 我今天看到一个很有趣的报告 说日本那边研究显示 是华为这个MAT60 Pro手机 用的不是7奈米 是14奈米 对 我有看到 但是他用了一种黑科技 让14奈米发挥7奈米的功能 对 我有看到 我觉得你在讲什么啊 是真的吗 如果14奈米可以发挥7奈米的功能的话 那我们干嘛研究什么3奈米5奈米 我直接直接这个 这个科技用完就不就结了吗 对 那省多少成本啊 这日本人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我有看到这个报道 所以我还在想说这是有可能的吗 所以这听起来就很荒唐嘛 好